第一章 小目标一 在京都买套四合院 顾思晴跨着书包溜溜达达的往家走 重生有两天了 他依然觉得跟做梦一样 那天从男友家回到家 心情不好喝了点酒 然后醒来就回到了1982年 他八岁这一年 穿越重生的小说他也看过几本 小说里有资格重生的人 不都是苦大仇深 怨气冲天的吗 而他并没有啊 思绪间到了家门口 还没进去 就见自家老娘王悦菊正拿着赶面杖 幕火朝天的追三姐顾三静 天天是缺你吃了 还是缺你喝的了 你竟然去偷东西吃 你买的东西是你能吃的 看我不打死你 老娘的赶面杖扬得高高 但根本就没有落下来的意思 三姐边跑边 回头边姐 大大的信言闪着倔强 二斌子能吃我为什么不能吃 我就吃 你还降嘴 有能耐你给我站住 老娘又往前追了几步 三姐猴子一样往前窜 路过二姐顾二会身边时 被她推了一把 傻呀 往外跑 顾三静连忙朝着院门口跑 到了顾思晴这里 还顺带着把她也带走了 顾思晴被顾三静带着跑得气喘吁吁 到了村口小河边她再也跑不动了 就弯腰扶着膝盖呼呼的喘粗气 行了 咱妈没有追上来 谢谢吧 顾三静倒是脸不红心不跳的 她平时也惯了 身子骨壮的小牛犊子一样 好 谢谢吧 顾思晴被顾三静拉到小河边坐下 又大喘了几口粗气 你跑就跑吧 拉上我干嘛 顾三静拿块石头扔到河里 咚的一声 溅起一窝小水花 带着你 咱妈会给留饭啊 顾思晴发了个白眼 我就是你的饱饭符呗 对了 你又去咱奶家偷啥了 顾三静黑黑笑了两声 眼睛贼亮亮的从怀里摸出一个黄灯灯的大苹果 然后放到顾思晴鼻子下边 香不香 顾思晴吸了下鼻子 一果子苹果的清香进入鼻腔 悠悠荡荡的 好闻得很 这时候的苹果 跟几十年后那些看着油光水滑的苹果比起来 不知道天然多少倍 香吧 顾三静见到她那陶醉的表情 一脸自得 昨天放学路过咱奶家 我见她拿了两个苹果要出去 看见我 她立马就把苹果藏到了身后 肯定是去二叔家给二斌子他们吃 哼 藏起来不让我吃 我偏吃 顾思晴心里不是滋味 奶奶重男轻女 他妈一口气声四个丫头 一个带把的眉声 奶奶就看他们一家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 不过倒没像小说里那些极品一样 对他们姐妹打骂 就是看到他们没有好脸色 有什么好东西都给二叔家的两个儿子 他们姐妹四个毛都碰不着 我们俩一人一半 顾三静把苹果在她的蓝布挂子上蹭了蹭 就要掰成两半 顾思晴连忙阻止 回家一起吃 苹果这种东西 这个时候在农家 虽不能说是特别金贵的东西 但也不是天天能吃到的 有了好吃的 当然全家人一起吃 顾三静看着手中的大苹果 咽了下口水 好 回家一起吃 顾思晴想了想又说 很认真 以后别去奶家偷吃的了 她的东西是她的 她想给谁给谁 你去偷就不对 再说 妈那么要强 因为你偷她东西被奶说到脸上 多没面子 我就是气不过 当然也馋 顾思晴在心里叹了口气 先说等姐挣了钱 咱们天天吃苹果 吃一个扔 好吧 还是别扔了 免得挨打 走吧 回家 顾思晴站起身 拍了拍屁股上的土 今天咱妈盛世煮玉米了 刚才在家门口 她就闻到煮玉米的香味了 嗯 顾三静懒洋洋的起身 就听顾思晴问 我说今天放学 怎么没见到你呢 你是不是逃课了 顾三静吓了一跳 瞪着眼睛摆手 你可别瞎说 我们最后一节课是自习 我只不过提前走了会儿 这丫头喜欢打小报告 要是让爸妈知道她逃课 老娘的赶面杖肯定就落到身上了 顾思晴斜了她一眼 提前一会儿就不是逃课 当了七八年的亲姐妹 顾三静自然明白 这个死丫头是什么意思 哼了一声说 给你背一个星期书包 顾思晴抿着纯德义的笑 看在顾三静眼里 要多欠揍有多欠揍 她报复地揪了下她的小辫子 拔腿就跑 顾思晴被揪得有一点点疼 转身就追了过去 顾三静 你给我站住 啥子才站住呢 姐妹俩你追我跑得到了家 老爸顾建国正在修理凳子腿 大姐顾一敏端着磨框子从造房出来 里面有玉米和馒头 顾思晴跑过去伸手拿玉米 却被顾一敏打了一下 洗手去 顾思晴笑嘻嘻地去厨房 拿水瓢咬了一瓢水倒在盆里 蹲着身子洗手 顾三静蹲到她身边 小声说 不能跟爸妈说我早退的事 顾思晴哼了一声不说话 气得顾三静又想救她小便 还没动手 就听到了老娘的声音 磨磨蹭蹭干嘛呢 吃饭 今天老妈气不顺 姐妹俩老老实实地坐到饭桌前 中途顾思晴还被顾三静威胁地瞪了一眼 老爸把板凳修好 洗了手过来坐下 然后看着顾三静说 吃过饭写检查 最少一签字 顾三静瞬间苦了脸 内心哀嚎 一签字啊 她还是小学生好不好 大家都当没看到她的苦脸 开始吃饭 顾思晴拿了一个黄灿灿的玉米 张口啃了下去 磕磕玉米粒入口 清香中带着淡淡的甜 几十年后的玉米可没这么好吃 咔吃 她又啃了一口 顾三静见她吃得欢 没有要打报告的意思 松了口气 我看西地的玉米棒子熟了 要不明天开始掰 王月菊扭头跟顾建国说 行 明天掰 顾建国呼噜了一口玉米糊糊 早上露水中 我一人去就行 你们吃过早饭再去 这个你们不包括顾思晴和顾三静 两人要上学 王月菊和顾一敏 顾二汇都没异议 多少年了 活都是这么干的 吃过饭 一敏和二汇洗碗 三静 私情去做作业 哦 顾三静同学还要写检查 一签字 顾建国坐在小板凳上剁猪草 王月菊拿了剁好的猪草喂猪 他们家养了两头猪 这两头猪很金贵 是一家人除了地里的粮食外 唯一的额外收入 娘就那样 你别往心里去 顾建国扭头看着媳妇 眼中带着些歉疚 这些年 他在婆婆那里 说的气说都说不完 就像今天 三静偷了他一个苹果 九岁大的孩子 嘴馋了些不是很正常 训两句也就算了 他倒好 跑过来说了一通很难听的话 话里话外的意思 要是不教训三静一顿 事情就过不去 顾建国黑黑笑 王月菊同志通情打理 王月菊瞪了他一眼 油嘴滑舌 王月菊年轻的时候 是十里八村的一枝花 就是现在三十多岁了 依然风韵犹存 他瞪的这一眼 看在顾建国眼里 好似带了钩子 屋里 顾思晴写完作业 又在一个小本上写下一行字 小目标一 在京都买套四合院 第二章 来啊 一起创业啊 顾家一共四间房 顾建国夫妻住一间 顾思晴姐妹四人一间 中间一间是厅堂 院子的西边还有一间造房 顾思晴他们四姐妹的房间 有一张很宽很大的床 平时四姐妹就挤在上面 床头边有一张 能并排坐下两人的书桌 平时顾思晴和顾三静 就在上面写作业 为了他们学习 这屋的灯泡都是45瓦的 比顾建国他们夫妻屋的 15瓦的量多了 此刻 顾思晴写好作业 拿出一个写完的小本子 在其中一页的背面 写下了一行字 小目标一 在京都买套四合院 不买四合院的重生 叫什么重生 收了本子 顾三静还在抓着脑腮的写检查 一签字的 苹果呢 顾思晴伸出小手 我去切了给爸妈吃 咱妈吃了一高兴 说不定这事就过去了 顾三静翻着白眼 把夹在鼻子下面的笔拿下来 这事儿本来就要过去了 顾思晴耸耸肩 那你自己去把苹果送过去吧 顾三静瞇着眼睛 打量了一瞬顾思晴 小四 你这两天很不一样啊 有什么不一样 顾思晴倒没有惊慌 要是这位大大咧咧的三姐 都能看出自己是重生的 那自己得多棒锤 顾三静撇了撇嘴 越来越鸡贼 顾思晴哼了一声起身 姐生气了 不想搭理你 顾三静连忙拉住他 然后从怀里摸出苹果递给他 别去打小报告啊 顾思晴愣了一下 原来一直害怕着打小报告呢 知道了 我是那种人吗 顾思晴拿着苹果出去 顾三静继续奋战写检查 嘴里还嘟囔 你要不是那种人 我能担心 顾思晴拿着苹果到了厨房 大姐二姐已经洗好了锅碗 她献保一样的 把黄澄澄的苹果 举在二人面前 大姐二姐 吃苹果 哟喝 小四 你能耐了哈 把三静的苹果都红过来了 二姐拿过她手里的苹果去洗 大姐摸了摸她的头 作业写好了没 顾思晴点点头 写好了 然后晚上大姐的胳膊撒娇道 大姐 一会儿我跟你睡一个被窝 顾一敏笑了一声 好 她比这个妹妹大了十岁 这丫头小时候 几乎都是她在照顾 自然也疼 这丫头的狠 顾思晴头 靠在大姐的手臂上笑 在心里跟自己说 这辈子一定要让大姐远离那个男人 一辈子幸福美满 不像前世 她跑出去 顾思晴已经切好了猪草 正在洗手 顾思晴捏了一块苹果 递到她嘴边 爸 吃苹果 顾思晴扭头躲开 我不耐烦吃这个 给你妈吃去 顾思晴笑嘻嘻地 趁着她张嘴的空荡 把苹果塞进她嘴里 我三姐说了 家里每个人都要吃 顾建国嚼了两下嘴里的苹果 田中带着淡淡的酸 很好吃 但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 就这么一个苹果 让她老娘专门跑过来一趟 告三进的状 说到底 还不是穷得闹的 要是有钱 孩子能天天吃到苹果 哪会跑去奶奶家偷 她大手拍了下小女儿的头 好吃 去让你妈尝尝 顾思晴不知道一口苹果 让自家老爹想了那么多 要是知道她在想什么 肯定会说 想挣钱吗 想让孩子们 每天都能吃上水果吗 来呀 一起创业呀 她走到老妈跟前 把一块苹果塞到她嘴里 我爸专门吩咐 我给您尝尝的 王月局老脸一红 在顾思晴背上轻拍了一下 没大没小 顾思晴又笑嘻嘻的 投喂了老娘一块 然后就被她推开 快跟你姐一起吃去 顾思晴嗚了一声 其实她心里 也有些不适滋味 一个苹果一家子人 还要这样让来让去 要是有钱 哪里用得着这样 端着碗到了他们房间 四姐妹一起把苹果吃了 然后洗漱睡觉 顾三进吭吃了半天 检查就写了两个字 检查 她决定明天再写 顾思晴爬上床 扭头就见二姐脱了毛衣 胸前的大C颤了两颤 想想钱是自己一手可控的B 心就是一塞 不知道从现在开始补 以后能不能补到C 探口气钻进大姐的被窝 等关灯后 小生跟她说 大姐我们做生意吧 顾一敏还没说话 旁边顾二会扑吃笑了 就你那三毛钱的积蓄 怎么做生意 顾思晴觉得心口又被插了一刀 小四顾三进勾头看过来 要不你把你那三毛钱给我 我们两个加起来五毛 能买一包辣条 我们一起吃 顾思晴不理她 这就是没心没肺 她的眼睛说 二姐咱们家你最聪明了 我的想法你听听 好我听着 你说顾二会一副红小孩的语气 顾思晴全倒没听出来 道你看哈 电视里那些人穿的衣服都多好看 我们要是能拿到那样的衣服回来买 肯定有很多人买 你知道从哪拿到那些衣服 顾二会问 这次语气认真了一些 顾思晴勾起了嘴角 要说他们家谁最有商业头脑 那就是二姐了 前世她二十多岁出外打工 然后用积蓄 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商贸公司 她们姐妹四人 前世论财力的话 就数她了 只不过后来 那些不好的事情不想也罢 她重生了 就不会让那些事情发生 当然是南方啊 顾思晴道 广播里不经常说 南方发展的好吗 小四啊 顾一鸣给顾思晴 掖了掖被子 南方多远啊 我们都没去过 你小孩子家家的 想那么多干嘛 好好学习 以后考上大学 才是你的任务 顾思晴有些灰心 但她还是看着 顾二会的眼睛 却听她说 睡觉 明天还要早起呢 哎 四合院啊 什么时候能买呢 第三章 你们家的东西 以后都是我的 顾建国倒了洗脚水回来 就见自家媳妇 正坐在床上做鞋子 看大小 应该是三镜的 走过去抽走她手中的鞋子 轻声道 别做了 累眼睛 再说明天还有好多活呢 王月菊把针线框子收拾起来 钻进被窝 夫妻俩关灯后 却都没有睡意 王月菊侧过身 看着丈夫说 今年玉米长得好 应该收成不错 再加上花生和大豆的收成 应该能卖不少钱 要不卖了粮食 我们再盖三间房吧 孩子们都大了 一直挤在一张床上 不是个事 顾建国身必把妻子抱在怀里 好 这些年 他们一共存了2200块钱 这钱仅仅巴巴够盖三间房子 但盖完房子 手里就空了 今年的收成卖了 盖完房子 手里还能有些剩余维持生活 要不过了年 我也出去给人打工 顾建国看着黑漆漆的夜说 打工做什么 王月菊问 城里很多地方盖楼 去盖楼的工地上干活 王月菊没有说话 搂着丈夫腰的手 却紧了些 他不知道盖楼都要干什么活 但肯定比家里盖房子的活重 家里盖房子干一天 还累得直不起腰呢 顾建国知道 媳妇这是心疼自己了 就拍了拍他的背说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 力气大着呢 当初在部队天天训练 也没觉得累 当兵的时候 你多大 现在多大 王月菊叹了口气 你要是一直待在部队多好啊 顾建国拍了拍他的背 谁不想一直待在部队 但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一辈子能待在部队的 又有几个 媳妇 趁着还年轻 我努力干几年 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 别再因为一个苹果闹腾 再说吧 王月菊有些犹豫 既想多挣些钱 又对人生地不熟的外边 有着担忧 顾建国嗨了一声 夫妻俩闭上眼睛睡觉 第二天 天高蒙蒙亮 顾建国和王月菊就起了床 顾建国简单洗漱后 就拎着几个麻袋走了 去西地掰玉米棒子 王月菊走到鸡窝前边蹲下 手伸进去摸了摸 有三个鸡蛋 他拿出来 又从屋里拿出两个 准备做个炒鸡蛋 秋收时活种 得吃点好的补补 顾一敏听到了外边的响动 也坐起身起床 他穿好衣服下床 又给顾思晴掖了掖被子 顾二慧见大姐起来了 也坐起了身 迅速穿好衣服 姐妹俩出了屋 一个进厨房帮着做饭 一个拿起扫帚扫地 顾思晴是听到外边的鸡 一直咯咯叫醒来的 睁开眼扭头看窗子 天已经大亮了 他坐起身穿衣服 穿好衣服下了床 见三静还睡得呼呼叫 把手伸进他的被窝 凉凉的小手 放在他热乎乎的肚皮上 顾三静以为被子钻疯了 就裹了裹被子继续睡 顾思晴见状 就大声说 爸 你要收检查啊 睡得迷迷糊糊的顾三静 听到检查两个字 蹭地坐了起来 爸 我今天一定写好 这句话说完 就见顾思晴正笑嘻嘻地看着自己 屋里哪有老爸的影子 他拿起枕头朝顾思晴扔去 顾思晴你给我等着 顾思晴朝他做了个鬼脸跑走了 出了屋 大姐正在给院子东北角的几颗菊花浇水 见到他劈头散发的 就说 去拿梳子 我给你梳头 终于又能让大姐给编辫子了 顾思晴高高兴兴地进屋拿梳子 差点没被顾三静按在床上 你这两天怎么总斗三静 大姐编给他梳头编问 顾思晴笑了笑没说话 他能说重生回来 觉得小时候憨憨的三静很可爱吗 要四股辫 顾思晴说 好 顾一敏手很巧 不一会儿就给他编出了两个漂亮的辫子 顾思晴照了照镜子 很臭美地想 跟几十年后的发型比起来 虽然涂了点 但姐长得好看 怎么都好看 饭菜做好了 王月菊和顾一敏吃了后 就去了西地 不一会儿顾建国回来了 衣服都被打湿了 特别是脚上的解放鞋 湿漉漉的 顾思晴连忙给他打洗脸水 又从屋里拿出一双鞋子 让他换 顾建国建小闺女这么贴心 心暖乎乎的 谁说生闺女没用 看看闺女多贴心 就在这时 隔壁传来一个尖利的女生 我都从地里回来了 你一个大男人还在被窝里窝着 你是能在被窝里孵出一窝宅子 还是能孵出一堆票子 顾思晴听了咧着嘴直乐 这三婶子说话可真逗 不过他家儿子是真的懒 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了 农闲的时候也就罢了 农忙的时候还睡大觉 顾建国更觉得自家孩子好了 看看 虽然都是女孩子 他家一敏和二慧 也一样早早起床干活 小闺女也贴心 吃饭了没 顾思晴问小闺女 吃了 顾思晴看着老爸 把脚上湿漉漉的解放鞋脱了 弯腰把那鞋子拿起来 放在水盆里 拿刷子蹭蹭蹭的刷了起来 顾建国换上鞋子 别刷了 快去上学 顾思晴N了一声 其实他挺不想去上学的 你想想 一个985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回来上小学三年级 是啥感觉 顾二慧从厨房 把给顾建国留的饭菜端出来 见顾思晴正在刷鞋 就过去拉他起来 我来刷 你赶快上学去 顾思晴知道自己是逃不过上学的 心里哀叹了一声 回屋拿书包 就见顾三静 正坐在书桌前 抓耳挠塞 写检查 你要是不去上学 估计两份检查都就不了你 顾三静苦着脸 把本子装进书包 跟着顾思晴一起出了门 见到顾建国 他磨磨蹭蹭地走过去 爸 检查今天晚上交给你 顾建国嗡了一声 白手让他们去上学 他还盼着 家里能出两个大学生呢 没有再癌训 顾三静心情瞬间轻松了 拉着顾思晴 蹦蹦跳跳去上学 顾思晴 好幼稚 学校在隔壁的柳树屯 不行大概要十来分钟 现在农村的孩子 基本都是放养 家长不会接送上学 姐妹俩逗着嘴往学校走 半路碰到了 也去上学的顾学斌 二叔家的小儿子 顾学斌见到他们 就鼻孔朝天地哼了一声 还从书包里 掏出一个苹果咔嚓咬了一口 乃说了 丫头骗子就不配吃苹果 乃还说了 你们家没儿子 你们家的东西 以后都是我的 顾三静听了他的话 抡起书包 就要往他脸上砸 论打架 顾学斌可不是他的对手 顾思琴见状 连忙拉住他 现在不能打 这要是打下去 这段时间 他们家就别想消停了 顾学斌见他们两个耸了 用袖子蹭了下 快要流到嘴里的鼻涕 哼一声走了 顾三静甩开顾思琴 你就是个耸祸 顾思琴知道他心里堵得慌 他又何尝不是 再想起顾学斌前世干的那些事 他更是恨得牙痒痒 但揍人也要讲策略 他凑近顾三静 在他耳边耳语了几句 顾三静听了后 回头看他 小四 你咋突然聪明这么多 第四章 你是农村人 就是原罪 顾思琴可不认为自己多聪明 不过是幼小的身体里 装了一个成年人的灵魂罢了 姐妹俩嘀咕了几句 然后撒鸭子往家跑 到了家 拿了一个不大的麻袋 又呼吱呼吱的往回跑 但愿顾学斌走得不快 不然这个计划就要推后了 两人追了一会儿 远远的就见顾学斌 边走边扯路边的狗尾巴草 而且正好周围没人 他俩轻手轻脚走过去 在四周看一下 确定没人 顾思琴拿着麻袋快步上去 抬手就套在了顾学斌的头上 顾学斌啊了一声 就要摘头上的麻袋 顾三静上去 一脚踹在了他的膝盖上 顾学斌吃痛倒地 顾三静蹲下身按住他 顾思琴随手捡了一个小棍 就朝他屁股蛋子上打 啪啪啪 清脆的响声 听着怎么这么爽呢 麻痹 谁 谁打我 顾学斌开口骂 顾思琴伸手朝他大腿跟 使劲掐了一下 听说掐这里最疼 顾学斌疼得杀猪一样的喊 再也不敢骂了 顾三静不解恨 也朝他大腿上拧着圈地掐了好几下 顾学斌连连求饶 大侠饶命 大侠饶命 顾思琴剑打得差不多了 看了顾三静一眼 两人同时起身 朝旁边的玉米地里跑 等顾学斌摘了头上的麻袋 哪里还有人影子 他也不去上学了 抹着鼻涕眼泪一瘸一拐地回家 姐妹俩闷头在玉米地里跑了一会儿 停下来没有听到有人追的声音 就出了玉米地 然后一脸笑地往学校跑 别说 套麻袋打人 真的很爽 到了学校 姐妹俩分开 顾思琴是三年级 顾三静是四年级 到了班里 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 顾思琴拿出小本子 拖着塞在上面写 包工头 摆地摊 种大棚 这些都是八十年代很赚钱的项目 现在他们家首要的任务是挣钱 贫穷 不仅会限制你的想象 还会限制你的自由 只有财富自由了 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理想 顾思琴咬着笔 看了一会儿本子上的几个字 然后把包工头划去 包工头这个群体 先不说有没有危险性 当包工头必须对工地了解 然后有关系门路拿到工程 他们家有没有关系呢 似乎老爸有几个战友 家里有些背景 但人家是做什么的 他也不知道啊 再说 老爸是个不喜欢求人的性子 若他是个喜欢钻营的 现在估计是在某个单位上班呢 种大棚也不是很合适 种大棚是需要技术的 而且前期投入也不小 种不成会亏的血本无归 划去就剩下摆地摊了 现在的衣服成本不高 一件衣服进货也就几块钱 一趟货也就几百块钱 南方的货样式新颖 货拿回来肯定好卖 但他自己是没办法做这件事的 无论是年龄 还是那三毛钱的积蓄 都限制了发挥啊 但怎么劝说爸妈去摆地摊呢 顾思琴挠了挠头 真是废脑子啊 说不定到买四合院那一天 他的头已经凸了 小四 一个黑黑的小胖子 笑嘻嘻地趴到他的客桌边 小声说 放学一起走 我带你去弄好吃的 顾思琴用胳膊盖上小本子 我不去 还能弄什么好吃的 无非就是烧几块红薯 掏几个鸟蛋 结以后要做美丽的小仙女 那些事情不再做了 寒二胖很纳闷 你平常不是比谁跑的都欢吗 顾思琴不想跟他 一个小屁孩呆成 推了他一下 你赶快走吧 一会儿要上课了 寒二胖有些不甘的走了 他昨天都想好了 今天带着小四去掏鸟窝的 小四怎么就不去了呢 顾思琴死了一个上午的脑细胞 也没想出说服爸妈气农经商的办法 关键是他年龄小 说话没有信服力 放了学和顾三静一起回家 爸妈和大姐二姐都在地里还没回来 姐妹俩一个烧火 一个掌勺开始做饭 这次掌勺的是顾思琴 虽说他做饭的手艺也不怎么样 但总比真实年龄只有九岁的顾三静好 家里有老妈自己做的酱 顾思琴打算做杂酱面 锅里又热下葱花 再把酱加进去 做这些的时候 他忽然想起了重生前那天的事情 他在大学时交了个男朋友 毕业的时候 才知道他家里很有钱 还有些背景 当时他真没有捡到宝的感觉 只觉得压力大 他感觉果然很准确 他家的人嫌弃他是农村出身 嫌弃他家里穷 为了能配得上他 他不顾家里困难 继续上学读研 后来又努力进外企 即使他个人再优秀 他们家人还是看不起他 就因为他是农村人 在有些城里人眼里 你是农村人就是原罪 那天他妈生日 他带着蛋糕去了 他妈把他当成保姆一样使欢 让他擦桌子 进厨房做饭 做好了饭又嫌不好吃 现在想想 那时的自己真他妈贱 但他不得不承认 董建安是真的很优秀 无论是外貌还是能力修养 不然他也不会为了他努力 坚持了那么多年 小四要糊锅了 顾三静的声音 看着锅里的酱咕嘟咕嘟的起泡 然后盛到碗里 又把锅洗了加水 然后跟三静说 你把水烧开 我去叫爸妈他们吃饭 顾三静白手让他去 顾思晴盖上锅盖出去 刚出门就碰到了奶奶吴大妮 他笑着叫声 奶吴大妮冷眼瞧了他一下 你去干啥 顾思晴也不在意他的态度 早就习惯了 况且这老太太前世的后来 过得并不好 他又笑着道 去叫我爸吃饭 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 顾思晴脸上一直挂着笑 吴大妮也不好一直冷脸 就缓了表情说 见到你二叔他们 也喊他们回家吃饭 好 顺手干的事 顾思晴硬下了 走了五六分钟 先到了二叔顾建成家的地头 看到大堂兄顾学强 正扛立麻袋玉米棒子出来 就对他说 大强哥 来喊你们回家吃饭 顾学强咧嘴一笑 知道了 小四 你来喊大伯吃饭啊 是 那你快去吧 顾学强摆手 脸上带着憨憨的笑 第五章 斯文败类 顾思晴往自家地里走 这位大堂哥 勤快又能干 就是人太老实 也不知道 精明的二叔二婶 是怎么养出这样一个儿子的 到了自家地里 老妈和大姐二姐 正在玉米地里搬玉米 老爸一麻袋一麻袋的往外扛 四个人都满头是汗 顾思晴连忙过去 帮老爸把麻袋放在地上 顾建国见小闺女来了 笑道 放学了 嗯 叫你们回家吃饭 顾思晴又去帮着搬玉米 但还没动手 大姐就说 你别动手了 没戴手套 玉米叶子刮人 行了 吃完饭再干 王月菊从玉米地里出来 一家人把掰好的玉米 装到架子车上拉回家 顾建国在前面拉着 顾思晴他们姐妹在后面退 路过二叔家地头的时候 二婶张春桃拿着一块红薯啃着 见到他们说 大嫂 看你家这几个闺女多能干 都能赶上一个大小子了 这是明晃晃的 在嘲笑他们家没儿子呢 不过这种话 王月菊听多了 也没有太生气 要气 能不能干吧 都争着下地干活 王月菊看着他道 二弟呢 又去打麻将了 张春桃本来想看王月菊的笑话 听到这句话 脸瞬间沉了下来 心里堵得难受 顾建成爱打麻将 一坐上麻将桌 就啥事都忘了 天大的事都没有打麻将重要 顾思晴给自家老妈 竖了个大拇指 他这对人的功夫 真是一流的 不过 二婶心眼小 说不定回去就得跟二叔吵架 可那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是二婶先嘴贱的 回到家 顾建国他们把玉米卸下来 顾思晴去厨房 把面条下进锅里 等面条盛出来 他们已经简单洗过了 一家人围着院子里的食桌吃饭 饭刚吃了一半 大姐的未婚夫邓志明来了 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衫 里面是白色衬衣 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整个人看起来丝丝纹纹 很是体面 丝纹败类 应该说的就是这样的吧 顾思晴见到他握着筷子的手紧了紧 前世就是这个人扎毁了大姐的一生 今生他可别想如意 志明来了 吃了没 王月菊笑着问邓志明 我在单位食堂吃过了 邓志明挺好自行车 这不秋收了 看看有什么活我能帮着干的 顾一鸣起身给他拿个凳子过来 邓志明笑着接过来坐下 看着他的眼神粘得逆人 顾一鸣眉头皱了下 他很不喜欢邓志明这种眼神 这让他觉得邓志明这人不正经 你好好上班就行 地里的活我们几天就干完了 顾建国把碗放下 顾思晴见里面空了 就拿起来又去给他盛了一碗 明天星期天 我过来帮忙 邓志明说着话 眼睛一直没离开顾一鸣 顾思晴见了 恨不得把眼睛给他戳瞎 邓志明还要上班 说了一会儿话就要走 王月菊正想让顾一鸣去送送他 顾思晴忽然捂着肚子说 大姐 我肚子要疼死了 顾一鸣见状 哪里还会去送邓志明 扶着他回了屋 王月菊和顾二慧 顾三静也跟了进来 怎么忽然肚子疼起来了 顾一鸣扶着他躺在床上 手在他肚子上轻轻地揉 顾二慧倒了碗开水过来 喝点热水 顾思晴坐起身 端着碗 喝了半碗热水 然后道 好多了 不怎么疼了 顾二慧狐疑地看着他 这热水还真管用 顾思晴咧嘴笑 王月菊过来摸了摸他的额头 感觉不烫 就说 还能不能去上学 顾思晴本不想去上学的 但他病得不能去上学了 父母姐姐们肯定担心 还是苦逼的去上学吧 王月菊他们 见他没啥大事 就都出去了 顾思晴躺在床上 想怎么揭穿邓志明的真面目 这比挣钱紧要多了 今生一定不能让大姐 跳进邓家那个火坑 邓志明大伯在县公安局上班 又是个会钻营的人 给高中毕业的邓志明 找了个两所的工作 刚开始是临时工 后来转成了正式的 因此 邓志明一家人都觉得 他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了 这个年代 吃伤品粮的 在农民眼里 就是高人一等的 大姐跟邓志明定亲 听说是邓志明 对大姐一见钟情 然后托人到家里说美 爸妈仔细打听了 邓志明和邓家的情况 除了邓志明的妈赵凤兰 身体有些不好外 没什么大问题 所以正门亲时就定下了 很多人都说正门亲时定的好 邓志明有工作 还是吃伤品粮的 以后大姐跟着他肯定享福 包括他们一家人 也是这么想的 但谁知道邓志明是花心的 还没结婚的时候 就跟镇上的小寡妇 不清不楚 结婚后消停一段时间后 又开始跟小寡妇勾勾搭搭 大姐那时候 真的是天天一泪洗面 他们提出过离婚 但一提离婚 邓志明就拿着刀子说要自杀 邓家一家人都跟着闹 大姐跟邓志明纠缠了十来年 后来才起诉离婚 顾思情坐起身 瞇着眼睛 想怎么揭露邓志明的嘴脸 她跟小寡妇的事情 很少有人知道 毕竟她是国家单位的人 这方面注意的很 但只要有心 肯定能抓住把柄 有了她和小寡妇勾搭的证据 这个亲她不退也得退 又在床上坐了一会儿 顾思情就起床 跟顾三静一起去上学 路上又碰到了顾学斌 她又摸着鼻涕 对着他们姐妹扬下巴 真想再套麻袋打她一顿 下午最后一节课 老师说明天起开始放秋收假 班里瞬间一阵欢呼 顾思情也很高兴 终于不用每天坐在教室装模作样了 老师走后 寒二胖一下子就窜到她面前 小四 一起走啊 顾思情把书塞到书包里 两人一起往教室外走 寒二胖算是她的青梅竹马 寒二胖的爸跟她爸是战友 两人一起退役的 两个村里的又近 所以两家关系很好 她和寒二胖同岁 上学前就一起玩 后来一直同班 前世 他们初中时也是同班 后来 她考上了重点高中 寒二胖没考上 两人才分开 在后来就慢慢的疏远了 现在想起来还挺遗憾的 第六章 挖地窖吧 顾思情和韩正阳 也就是寒二胖 跨着书包一起回家 顾三竟不知道 跟他们班同学去哪也了 那有地胖子 韩正阳跑到路边的草丛里 蹲下身朝顾思情招手 小四 快来啊 地胖子 地胖子是一种 长在野草上的紫黑色的果子 黄豆大小 吃起来微微有些甜味 农村的孩子没有零食吃 地胖子算是一种小零食了 顾思情多少年没吃过了 都忘了的胖子什么味儿了 他走过去也蹲下来 韩正阳把摘好的地胖子递给他 给我自己摘 顾思情伸手摘了些紫黑的小果子 韩正阳在旁边已经开始吃了 弄得手上和嘴上都是黑乎乎的 跟中毒了一样 顾思情看着他哈哈笑 边笑边往嘴里填地胖子 结果他手上嘴上 也都是黑子的汁水痕迹 二胖 小四 一个带着些嘶哑的声音传来 顾思情嚼着地胖子抬头 就见一个干净的天边的云一样的少年 扶着自行车站在不远处 冷白皮 贱眉凤眼 身上蓝布挂子 洗得微微发白 显得他更加干净 十二胖的大哥 韩正平 正平哥 大哥 顾思情和韩正阳吃着地胖子走过去 韩正平让他们一个坐在车后坐 一个坐在车前梁 骑上车往家走 顾思情坐在前边 低头就看到了韩正平握着车把的手 白 还骨节分明 好看得紧 看了看自己 因为沾了地胖子汁水 而黑乎乎的小手 顾思情坏心思地伸出最脏的食指 在他的手背上抹了一下 白白的皮肤上 瞬间多了一道黑乎乎的印子 嗯 有种破坏性的美 不错 小四别闹 韩正平看了眼自己手背上的黑印子 很受无奈 顾思情听到他的声音黑黑笑 十二三岁的少年 正是变身的时候 听起来有些像鸭子叫 笑了几声 他想起这个几乎完美的少年 却是个短命的 心里忍不住叹息 但愿今生他能改变他的命运 到了顾家 顾建国和王岳菊他们 正围着小山式的玉米堆 给玉米棒子包皮 见到韩正平 顾建国抬头说 正平来了 韩正平笑着摁了一声 然后把自行车停在顾家门口 走进院子说 叔 我去洗洗手 顾建国白手让他去 韩正平迈不进厨房 咬了水到盆里 蹲下身子洗手 顾思情见了撇了撇嘴 真是够龟毛的 他走过去 蹲在韩正平身边 小声说 正平哥 你们放秋收假了没有 韩正平在镇上上初中 我们不放秋收假 韩正平洗好手 又看了眼 他那黑乎乎的小爪子 顾思情连忙把手伸进水里搓洗 过两天 你带我去镇上好不好 不行 韩正平很直接的拒绝 我去了学校 你一个人在镇上不安全 顾思情抿了抿小嘴 他想去镇上跟踪邓志明 但他一个人是没办法去的 爸妈肯定不同意 再说他要是妥得过去 至少要走一个小时 不去镇上 怎么抓住邓志明的把柄 这时就听韩正平说 你要去镇上干嘛 要是买东西 我给你带过来 我不买东西 就是想去镇上玩 顾思情在心里叹了口气 就三毛钱积蓄 能买个毛 韩正平知道这丫头打小 就古灵精怪的 没在意 跟顾建国说一声 就带着韩正阳走了 顾思情走到大姐身边坐下 跟着一起包玉米 心里却盘算着 怎么能抓住邓志明的把柄 正想着 他眼睛扫到了 停在院子角落的 二八大杠自行车 不行的话 他就自己骑车过去 虽然个载不能坐在车座上 但他可以把腿伸到车梁下边骑 那姿势虽然有些羞耻 但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这些天农忙 爸妈姐姐 他们都忙着地里的活 他一天失踪一两个小时 应该不会被发现 爸 咱家的地窖 是不是该整整了 顾思情养着小脸 跟顾建国说 玉米掰完了 明天的活应该是包玉米 明天邓志明要来帮忙干活 包玉米的活 真是太便宜他了 挖地窖吧 嗯 是该整整了 顾建国心里盘算着 什么时候把地窖再挖一挖 今年红薯长得好 现在的地窖就有些小了 明天整呗 顾思情建议道 我们放秋收假了 明天我帮您了 顾建国觉得自家小闺女 直直越来越贴心了 就笑着说 好 明天挖地窖 王月菊看了眼小闺女 觉得这丫头 这几天似乎很活跃啊 这种事他以前是从来不操心的 顾思情感受到自家老娘的目光 牛脸过去 给他一个大大的笑 王月菊见了笑道 我看你是想下地窖玩 顾思情嘿嘿笑 一副被猜着心思的样子 顾三静快吃饭的时候才回来 他也惯了 家里人都没说什么 不过大家都坐下准备吃饭的时候 顾建国看着他说 你的检查写好了吧 哦 好了 顾三静小跑着去屋里 拿了一个小本子出来 笔直地站在顾建国对面 他很自信 检查肯定能通过 说不定还会被老爸夸奖写得好 念念吧 顾建国说 部队写检查 都是当着大家的面念出来 他们家也延续了这个优良的传统 顾三静咳了一声 把小本子举得高高 念道 犯了严重的错误 我对不起国家 对不起党 对不起人民 对不起生我养我的父母 昨天我一时嘴馋 偷了奶奶的苹果 其实也不是我馋 是我管不住我自己的嘴 他见到苹果就流口水 我知道我犯下的罪行是无法原谅的 应该被五马分尸 碎尸万段 千刀万剐 吐 顾思晴再也忍不住笑出了声 感受到顾三静的邓氏 他摆着手道 对不起 我真的忍不住了 五马分尸 碎尸万段 哈哈哈哈 饭桌上的其他人也忍得辛苦 顾建国可了一声说 好了 就这把 以后要记住不能偷东西 谁的都不能偷 顾三静失落的恩了一声 他觉得自己的检查写得很好 应该受到表扬 第七章 由佩尼图 怎么看都是二百五 顾三静把写着他一千字检查的小本子 拿回屋回来 一家人开始吃饭 吃到一半 传来了二婶张春桃尖利的声音 我这是什么命啊 大秋收的时候 男人不下地干活去打麻将 还说的金光回来了 让我死了算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不就是打个麻将吗 直当你又哭又闹 要死要活的 地里的活不是干完了吗 这是奶奶吴大妮的声音 顾思琴扭头去看 就在奶奶端着两碗饭 从厨房里走出来 二叔家跟他家就隔了一条马路 他能把那个院子里的一切 看得清清楚楚 这老太太 因为张春桃生了两个儿子 对他能忍就忍 只要有好东西 绝对会送到他手里 就是平常他们家 每月给他的吃食和钱 也会被张春桃 以各种名义讨要走 老太太有自己的院子 但他每天还是到二叔家 给他们做饭做家务 前世老太太瘫痪在床上 轮到张春桃伺候他的时候 张春桃就让他饿着 免得他排泄 后来老爸知道了这事 跟二叔吵了一架 从那以后 他们两家基本就不来往了 就这 老太太临死的时候 还拉着他爸的手 让他把家里的宅子和房子 都给顾学斌 因为他们姐妹四人都是女孩 不能继承顾家的东西 也因此 在老太太死后 顾学斌天天闹着 要他们家的宅子和房子 搅和得他们家鸡犬不宁 他这边想着前世的事情 那边闹得更凶了 原来 张春桃听吴大妮说他 本就在气头上 又觉得自己站立 就把吴大妮手中 两碗热腾腾的饭打翻了 正好撒在吴大妮手上 顾建成见状上去 就给了张春桃一耳光 当老子是死的 张春桃捂着脸 开始呜呜哭了起来 还边哭边骂 把老顾家的八辈祖宗都骂上了 他们闹到了这种地步 顾建国不能当作看不到 起身去了那边 王悦菊哼了一声 跟四个女儿说 吃饭 生了儿子又能怎样 一天天过得鸡飞狗跳的 张春桃三天两头的嘲笑 他没生儿子 他倒要看谈 他的两个儿子 以后怎么孝顺他 姐妹四人也若无其事地吃饭 这种事情 隔断时间就会上演一次 他们早就习惯了 顾建国一个小时候才回来 老太太的手 被滚烫的饭烧了几个泡 他去村卫生室 给他拿了药 又给抹上菜回来 王悦菊把饭菜给他热了 但一句那边的情况都没问 顾建国也没说 两口子很默契地不谈 关于老太太的事情 有什么好谈呢 说起来都是气 第二天 一家子人又早早起床 做饭的做饭 干活的干活 吃过饭 顾建国就开始找工具挖地窖 工具刚找好 邓志明来了 顾思琴一见到他眼睛就亮了 志明哥 正好要挖地窖呢 你下去挖吧 穿着崭新衣服 抹了头油的邓志明 王悦菊轻轻打了顾思琴一下 瞎说什么呢 他又对着邓志明笑道 别听这丫头瞎说 志明你去包玉米吧 我怎么瞎说了 顾思琴撇了心 今天要整邓志明 怎么能让他逃脱 他辩驳道 昨天志明哥不是说要干活的吗 邓志明正想找借口 推脱下地窖 他今天来的目的可不是干活 而是跟顾一敏单独相处 他们定亲一年了 他小手几乎都没摸过 今天一定要摸上小手 要是能亲上小嘴是最好的 为了跟家人单独相处 他穿上了最好的衣服 头上还抹了头油 他这身打扮 怎么能下地窖呢 正想蜿蜒拒绝 这是过二汇从屋里出来了 他看着邓志明笑道 志明哥要下地窖啊 那我去找件爸的就衣服给你 别把你的衣服弄脏了 说着他又进屋去找衣服了 他虽然不知道 小四为什么要捉弄邓志明 但他觉得邓志明 作为他们未来的姐夫 就该多为家里干点活 以表示他对大姐的真心 而不是天天耍嘴上功夫 他的动作很快 进屋一会儿就拿了一件 顾建国的就军装出来 走到邓志明跟前 笑着递给他 志明哥给邓志明 他能说什么 现在不下地窖也得下了 他拉开夹克山的拉链 把夹克山脱下来 正想递给顾一敏 但顾思晴接了过去 然后把他崭新的衣服 随意丢在椅子上 邓志明抿了抿唇 他平时还挺喜欢顾家这个小四的 古灵精怪 长得也好看得很 只是今天这小四 怎么这么讨人厌 顾思晴不知道邓志明心里怎么想 不过即使知道了 他也不在乎 笑着走到地窖边 他说志明哥 下去吧 顾建国也看出 小四今天故意跟邓志明过不去 但他如花似玉的大女儿 都要嫁给这小子 让他干点活也该 顾建国如是想着 所以没有阻拦小女儿 顾一敏也什么都没说 他和邓志明定亲一年多 两人偶尔见面的时候 他总会说一些好听的话 但做的并不多 今天他就要让他给他们家干点活 村里定了亲的 哪家的魏国门女婿 不到让人家干活的 邓志明没办法 走到地窖边上 腿伸进去一点点的往下爬 不一会儿弄得浑身都是土 他咬着牙下去 但脚刚踩到地上 上边忽然扑素素的落下来些土 好巧不巧的 正好落在他的头上 弄得他头上脸上都是 头油配泥土 怎么看都是250 顾思晴憋着笑趴在地窖边上 对着下边喊 志明哥 对不起啊 我不小心弄进去点土 邓志明深吸一口气 没事 志明啊 你把地窖洞再挖得大一些就行了 顾建国把绑着绳子的篮子放下去 让邓志明往里边装挖出来的土 然后他拉上来 邓志明在家里都没有干过这种活 心里憋屈的要死 他跟自己说 忍着忍着 顾一鸣长得那么好看 多付出些没什么 以后 有的是让顾一鸣伺候他的时候 想着顾一鸣以后怎么伺候他 邓志明弯腰干起了活 一个多小时过去 地窖挖得差不多了 邓志明从地窖里爬了上来 浑身上下都是土 就是脸上也是一层 抹了头油的头更不用说了 但脸上还是带着笑 哇好了 顾思晴心里嘖嘖了两声 平时看着人母狗样的 脱了他身上那层马甲 这个人渣也就是一般人 刚想到这儿 一个有些陌生的女人的声音传来 志明 你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 第八章 做梦的吧 来人是张双平 二婶张春桃的娘家侄女 她今天的衣服也是崭新的 上身是暗红色挂子 下身是一条黑色条绒裤 脚上踩着一双赠亮的皮鞋 她扭着腰进了院子 一脸心疼的走到邓志明跟前 志明 你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 邓志明勉强的笑了笑 挖地窖了 你怎么来了 我二姑不舒服 我跟我爸妈来看我二姑 张双平伸手想给邓志明 打他身上的土 但他往后躲了一下 张双平脸上就带了委屈 我跟双平以前是同学 邓志明看着顾一敏跟他解释 顾一敏笑了笑没说话 他不是傻子 怎能看不出张双平对邓志明有意思 顾思晴却瞇了瞇眼睛 前世他怎么没有听说过 邓志明跟张双平是同学 看两人这样子 可不是同学那么简单啊 不过 要是他们之间真的有猫腻 倒是好了 抓住他们之间的把柄 一样可以让爸妈同意 把这婚事退了 你是国家单位的人 怎么能干这种粗活 张双平说着 还看了顾一敏一眼 带着挑衅 国家单位的人就不能干活了 国家领导还下地干活呢 顾一敏脸色有些沉 他性子好不假 但不能任人捏 同时他对邓志明不满了起来 在他家还招风引蝶 什么意思 顾建国和王岳菊也不高兴 为过门的女婿 给占人家干活的多的事 怎么轮到邓志明就不行了 再说 定期一年来 邓志明这是第一次给他们家干活 顾思琴一见这架势来尽了 看着张双平的眼神都亮了起来 来呀 骚操作接着往上整啊 他正想往上拱拱火 就见邓志明弯腰开始收拾地窖边上的土 一副不嫌脏 不怕苦不怕累的样子 嘴里还说 一敏说的对 我怎么就不能干活了 他这么一说 张双平眼睛都有些红了 哼了一声 转身走了 顾一敏和顾建国夫妻 见邓志明任劳任怨的干活 刚才心里那骨子气消了不少 顾思琴那个气 妈的 没想到邓志明这会这么狡猾 顾一敏从厨房拎了暖水瓶出来 把热水倒在盆里 又加了些凉水进去 让邓志明洗头发 头有搅和进泥土 真不是一般的脏 邓志明看着顾一敏又有些吃 顾一敏长得好看 在邓志明眼里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美的 顾思琴走了过来 你在两所上班都干什么呀 邓志明打未来小姨子 犯不犯法 邓志明那个心塞 怎么哪里都有你 但他知道 顾一敏很宠这个小丫头 只能压着想打人的冲动 还笑着说 我主要负责公粮方面的工作 顾思琴睁着大眼睛 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 邓志明不得不一直说 最后洗好了头 顾思琴还在围着他问东问西 想跟家人独处 做梦的吧 邓志明十一点多走了 借口是家里有事 顾一敏把他送到院子门口 旁边还跟着一个暗眼的顾小四 最后只能憋着一肚子的气走了 别说拉小手 亲小嘴了 就是想说几句骚话的机会都没有 张双平站在顾建成家的院子里 看着邓志明骑自行车走了 咬了咬牙回了屋 张春桃在床上躺着 头上还戴了个帽子 整得跟坐月子一样 昨天被顾建成打一耳光 他就让顾学斌去娘家告状了 今天他大哥嫂子都来了 顾建成当然被说了一通 还做了保证 以后不再打麻将 也不再打人 至于张春桃把饭碗弄撒 把老太太手上烫好几个泡的事情 张家人只字未提 咋的啦 这是脸这么难看 张双平的妈葛凤莲 见闺女进来了 脸色不好看 就问张双平坐下 低头抿唇不说话 葛凤莲是个疼闺女的 见她这样就心疼 又问 你倒是说啊 我看见邓志明了 葛凤莲不说话了 说啥 张双平跟邓志明确实是同学 而且张双平还看上了邓志明 曾经羞羞答答的给邓志明写过信 邓志明本来就不是啥好东西 收到信后就开始跟张双平出对象 两人一个友谊 一个想占便宜 进展火速 每一个月不仅拉了手 嘴都亲上了 张双平和张家人觉得 两人的事肯定十拿九稳了 没想到 有一天邓志明在镇上 见到了感激的顾一鸣 惊为天人 开始心心念念的把他娶回家 张双平肯定不同意分手啊 但邓志明拿出当初张双平给他写的信 说要是不同意分手 要是赶在顾一鸣和他家人跟前 说一句不好的话 就把信公布出去 张双平只能吃这个哑巴亏 因为他写的那几封信 有两封信特别露骨 骚话连篇 要是公布出去 他就别做人了 咋回事啊 张春桃不知道 张双平和邓志明之间的事 张双平还想着嫁给邓志明呢 就把事情跟张春桃说了 他知道张春桃跟顾家大房不对付 说不定他就有办法 把顾一鸣和邓志明的婚事 给搅和黄了 果然张春桃没让他失望 就听他问 邓志明家里人知道 你俩当处处对象不知道 张双平摇了摇头 不知道 张春桃坐直了身子 撇了撇嘴 我跟你说 邓志明和顾一鸣的婚事 邓志明爸妈都不同意 不过是邓志明闹得没办法了 他们不得不同意 为啥呀 葛凤莲问 顾一鸣长得可是十里八村 有名的好看 不过 顾老大家的四个闺女 长的都好看 张春桃脸上带了自得 还能因为啥 王月局一口气生了四个丫头骗子 闺女都像妈 他家的四个丫头骗子 以后也是生丫头骗子的命 在邓志明和顾一鸣定亲当天 他就把这话跟邓志明妈说了 当时邓志明他妈脸色黑的 跟锅底一样 他以为婚事肯定成不了 没想到最后还是成了 张双平和葛凤莲听了他的话 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邓志明在他们心中 绝对是一等一的好结婚对象 先不说他长得咋样 就说他是商品粮 还有个在县派出所上班的大伯 这个羞耻啊 二姑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张双平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组织 张春桃把捂在头上的帽子 摘下来扔在一边 还没到冬天就五个帽子 头都要被热炸了 这样你想办法跟邓志明爸妈见面 说说你跟邓志明处对象的事情 张春桃又撇嘴笑了一下 我把顾一鸣以后 不能生儿子的事传出去 我就不信邓家还同意这门亲事 张双平整个人都轻松了 葛凤莲拉住张春桃的手说 我那里还有一块布料 明天给你拿来你做身衣服 这个小姑子爱占便宜 他清楚得很 不过这次他帮了大忙 给快布虽然心疼 但跟闺女的亲事比起来 不算什么 顾思晴不知道张春桃在密谋怎么作妖 要是知道肯定热烈鼓掌欢迎 邓志明那样的人渣 谁爱要谁要去 他现在正在想 明天怎么偷偷溜到镇上去跟踪邓志明 他拿了一个玉米棒子 边包皮边口气随意的问顾建国 爸 明天我们干啥活 顾建国以为小闺女想着帮忙干活呢 就笑道 明天要把玉米杆刨了 这会儿你干不了 在家做作业吧 刨玉米杆 要先把玉米杆用镰刀割掉 然后用绝头刨 这活儿应该爸妈大姐二姐都要下地干 三进肯定也要跟着去地理业 到时候家里就剩他一个人 绝对有机会抽出时间溜到镇上 想到这里他咧嘴笑了 被旁边的孤儿会看到 他总觉得这丫头在密谋什么事 晚上他就把顾思晴拽到自己被窝 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问他 小四啊 你生日在谋划什么事啊 跟姐说说 说不定我能帮你呢 顾思晴被他抱在怀里 那对大西紧紧的贴着他 软绵绵的 顾思晴又叹息自己前世的B 我能有什么事 不过顾思晴觉得提前透露点信息也可以 二姐脑瓜子管用 说不定真有好主意呢 就又道 我觉得邓志明不是好人 你看他跟张双平眉来眼去的 指不定那里有啥事呢 你就因为这跟他过不去啊 顾二会又问 顾思晴哼了一声 反正我觉得邓志明不是好人 而且大姐嫁给他也不会过好日子 你想啊 他在两所上班 地里的活从没有干过 以后大姐跟他结了婚 那些活谁干 还不是大姐干 顾二会沉默了一会儿 在他背上拍了一下道 小孩子家家的管的事还挺多 你的任务是好好学习考大学 他们全家都憋着一口气 让家里出了大学生呢 顾思晴没想到 自己就这么被抛弃了 哼了一声 又钻进了大姐的被窝 不过他知道 二姐肯定把他的话听进去了 顾二会确实把顾思晴的话听进去了 其实他一开始就觉得邓志明不是良配 邓志明表面看着是很不错的对象 而且大姐要是嫁过去算是高价 但高价就能幸福 那都是面子上光 结婚过的是实实在在的日子 那些虚头八脑的东西管什么用 邓志明有工作 天天穿得干干净净的去上班了 家里脏活累活谁干 不还是他媳妇干 让他说嫁给邓志明那样的 还不如嫁给个老老实实的汉子 就像他爸这样的 知道疼媳妇又能干 他们家地里的活 虽然他和大姐还有妈都帮着干 但最重的活吧从不让他们沾手 而且只要他是肯干 种地的汉子 不一定就比邓志明挣得少 不过大姐的婚事 他身为妹妹插不上嘴 这一夜 孤儿会睡得不是很好 一直在想顾一敏的婚事 第二天在地里干活的时候 他就凑到王月菊身边说 我刚才见李秀琴的对象 来给他家干活了 力气可真大 那么一大袋子玉米 一只手就拎起来了 再看看邓志明 让他挖个地窖 就跟受了天大委屈一样 王月菊听后愣了一下 然后道 别瞎说 顾二会耸了耸肩 继续干活 王月菊搁着玉米杆 心里却想 前些年顾建国在部队的时候 自己的日子过得有多难 又想起昨天张双平说的那些话 还有那些作态 他忽然觉得 当初以为鼎鼎好的亲事 也不是那么好 不行 还得再打听打听邓志明 不能把大女儿架到火坑里去 顾思晴不知道 老妈已经有了 在打听邓志明的想法 他正蹬着自行车往镇里去 因为个子爱 坐在车座上 就过不着脚蹬了 他只能一条腿穿过车辆下面 这个羞耻啊 唉 这辈子 想从小做个美丽的小仙女 是不行了 到了镇上找到梁索 他忽然意识到 这事办得太匆忙了 这个点 邓志明肯定在上班啊 不可能去找小寡妇鬼混 但他没办法 在他下班的时候跟踪啊 那样肯定会被家里人发现 他倒是想把事情 一股脑的告诉家里人 但无凭无据的 谁会信他 找了个人少的小胡同 他坐在一个石墩上 拖着塞苦恼 那些小说里的重生者 一重生就开始大杀四方 到他这里 怎么这么憋屈呢 堵上他 今天看老子 怎么教训他 听到这个声音 顾思晴扭头去看 就见四五个十五六岁的小子 追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少年 这小少年皮肤白净 眉眼清俊 不是韩正平 又是谁 韩正平跑得飞快 到了这个小胡同口 拐弯就跑了进来 看到他愣了一瞬 但又飞快地往里跑 后面那几个人 呼吱呼吱在后面追 顾思晴一颗心都掉起来了 以前怎么不知道 韩正平脑子不够数呢 你往小胡同跑什么呀 这不是给人 瓮中捉鳖的机会吗 正想着 前面已经打起来了 四五个人 围着韩正平一个人 他冷着脸 眼中散发着很利的光 如草原上的狼 出手也又快又狠 专门往人最致命的地方攻击 此刻已经有个小子 捂着当倒在地上了 顾思晴从没见过 这样的韩正平 记忆里 他总干净地不像话 又经常淡淡地笑着 很好脾气的样子 此刻看着那样 很利的韩正平 顾思晴恍惚了一下 然后弯腰捡起 一块砖头就要过去 平常他总是正平哥的叫着 现在他被人围殴 他不能置之不理 第十章 谁知道人家是王者 在短短的时间里 顾思晴想了很多 他想过出去喊人过来 小孩子打架 大人一来就一哄而散了 但要是万一 他们被大人弄到派出所呢 八十年代 可是有带着红袖章的人 到处检查 要是进了派出所 说不定就会留暗底 那可是关系到一辈子的事 所以他决定自己动手 去帮着打架 大不了挨两下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想到这儿 他弯腰捡起一块砖头 熊啾啾地走过去 还没走到近前 就见韩正平身子前倾 一下子把一个 比他高半头的小子扑倒在地 然后抡起板砖 就朝他大腿上 狠狠地砸了一下 那小子啊的一声痛呼 但韩正平并没有作罢 膝盖压着他的胸口 一手掐着他的脖子 一手把板砖高高扬起 做事就要朝他脑袋上砸 其他几个小子 被吓得都愣在了那里 他们平时打架 也就是推扫两下 或者朝身上 打几拳踹几脚 哪向这个小白脸 豁出命地打 我服了 我服了 被压在地上的小子 大声喊 不服不行 这小白脸打架 太吞的狠了 跟狼一样 韩正平见他求饶 松开他起身 声音淡淡地说 滚 几个小子 连忙撒鸭子跑了 他们本以为 这小白脸是个弱鸡 谁知道人家是王者 顾思晴见人跑了 也松了一口气 其实他挺怕疼的 韩正平走过来 伸出手拿过他 手中的砖头扔掉 你胆子还挺大 他脸上带着笑 又恢复了往常温和的模样 顾思晴都怀疑 他精神分裂 其实我刚才手脚都是抖的 顾思晴很夸张地抖了一下 引得韩正平之乐 你怎么在这儿 刚学会骑自行车 跑过来溜一圈 顾思晴随口胡舟 韩正平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入手的头发软乎乎的 摸着还挺舒服 他就又摸了两下 顾思晴的头发 今天是自己扎的 本来就松垮垮的 被他划打两下 更松了 他抬手打了下他的手 你把我发型弄乱了 韩正平扑吃笑了 你这叫发型 马尾便都要松到国外了 脸颊两边的头发也乱糟糟的 不过挺可爱的 顾思晴瞪了他一眼 真是不实好人心 刚才他还想帮他打架来着 韩正平见他要炸毛 就笑着 把他松垮垮的马尾拆了 三两下又给他重新扎了一个 然后还看了看自己的作品 觉得虽然有些歪 但整体来说还不错 算是我给你赔罪了 顾思晴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觉得还行 就跟着他往胡同口走 见到那二八大杠的大自行车 韩正平问 你怎么骑过来的 顾思晴 可以不问这个问题吗 韩正平见他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又摸了摸他的头 以前怎么没发现 小四这么可爱呢 走吧 我把你送回家 你不上课吗 顾思晴问 请假了 韩正平抬腿骑在自行车上 一条腿之地 侧身让他坐在前边 顾思晴选择坐在后边 坐在车梁上抬个屁股 爬上车后坐坐好 就听韩正平提醒 你的脚别往车辱路里放 顾思晴摁了一声 又在心里叹口气 他不能来镇上跟踪邓志明 怎么才能抓住他的把柄 再过一段时间 邓家应该就会来家里商量结婚的时间了 他必须最快的时间 找出邓志明跟小寡妇有首尾的证据 正平哥 你今天打架的事情 我不会跟你爸妈说的 顾思晴勾着头看前边的韩正平 从这个角度能看到他的侧脸 他在心里责了一声 可真白 话说 韩家叔叔婶子都不白 二胖也不白 他怎么这么白 晒不黑的白 韩正平觉得顾家的小四 这几天有些不一样 以前也古灵精怪 但不会像现在这样 怎么说呢 有些小大人 你有什么话直接说 这丫头不知道又有什么鬼主意了 顾思晴 少年 太聪明了并不好 正平哥 我想让你帮个忙 顾思晴打算直接说 小孩子想事情 有一处是一处的 也算正常 你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下邓志明 就是跟我大姐定亲那个人 韩正平神情愣了一瞬 留意他干嘛 我觉得他不是好人 但我没有证据 你帮我找找证据行不行 怕他拒绝 顾思晴又马上到 不用你天天跟着他 我让你哪天跟的时候 你再跟 他想了 邓志明跟小寡妇做床上运动 肯定做得隐蔽 肯定是在晚上 那么那一天 他就可能不回家 他只要在邓志明 他们村口守着 看他哪一天没回家 然后找到规律 说不定到时候就能捉 肩 再床 韩正平 嗯了一声 算是答应了 他们两家关系好 他有件毛衣 还是一鸣姐给支的呢 小四觉得邓志明不好 那邓志明就肯定有不好的地方 他跟踪他两天也没啥 又耽误不了事 至于会不会耽误学习 作为次次考试年纪第一的人 那就不是应该考虑的问题 不得不说 小孩的思维 跟大人的不一样 如果是大人听了顾思晴的话 肯定会问他 为什么觉得邓志明不好 怎么确定哪一天跟踪 但韩正平什么也没问 到了家快十一点了 顾思晴开始做饭 他让韩正平留下来吃饭 但他说有事情就走了 其实他是妥着又去学校了 顾思晴刚往锅里添了水 顾三静回来了 风风火火的 头发都成了鸡窝 姐妹俩一个烧火一个做饭 配合得很好 别说不到十岁的孩子 不会做饭的话 农村的孩子 很多八九岁就会做饭了 做的是面条 面条是之前王岳菊赶好晒干的 把白菜炒好 又往锅里加了水 顾思晴就去地里 叫顾建国他们回家吃饭 等他们回家了 再下面条 他走到二叔顾建成家地头 往里瞅了瞅 就见只有大堂哥顾学强 一个人在干活 不见二叔二婶的影子 这样的一家子 能把日子过好了才怪 不过这跟他没关系 到了自家地里 他跟着爸妈和姐姐们 一起把玉米杆 装在架子车上拉回家 这些玉米杆 能当柴火烧 还是顾建国拉着架子车 姐妹几个在后面推 到了家门口 就见张春桃 拿着一块红底兰花的布 笑着跟隔壁的三婶子说话 见到他们 他还故意抬高声音说 我说去地里干活吧 我家大强不让我去 说他一个人就能把活干了 这儿子和闺女就是不一样 这种话 王岳菊虽然听了很多年了 虽说不会太生气 但也不会多高兴 顾思晴见老妈脸色不好看 就凑到张春桃跟前问 二婶 你说男还好还是女还好 当然是男还好 张春桃撇嘴笑着看王岳菊 长得好又能怎样 能生儿子才是真本事 他正高兴着 就听顾思晴又道 那二婶 你也是从女孩长大的呀 唉 你自己都看不上自己呀 张春桃 张春桃从三婶子手里夺过花布 哼了一声 扭头走了 死丫头骗子 看以后怎么收拾你 第十一章 退亲 见张春桃走了 三婶子笑着跟顾思晴说 你这丫头真是个机灵馆 你们姐妹几个都孝顺 你妈福气在后面呢 顾思晴咧嘴笑 三婶 你也有大福气 哎哟 你这丫头可真会说话 三婶子笑得眼睛都快没了 不过 前世三婶子 确实挺有福气的 虽然他有个又懒又馋的儿子 但他还有个很能干的闺女 他闺女后来做生意 赚了不少钱 看他儿子不孝顺 就把他接到家里养老了 顾思晴回到家 二姐就朝他竖起了大拇指 小四你越来越能耐了呀 顾思晴嘻嘻笑 然后进厨房 跟大姐一起 往锅里下面调 老妈的手擀面 虽然没有多好的炉子 但吃起来一样香的很 吃过饭 顾思晴和跟顾一敏去洗碗 顾三进和顾二汇去喂猪 顾建国和王月菊 正在晒包好的玉米棒子 见四个孩子勤快 夫妻俩心里暖乎乎的 他们没想过 这辈子大富大贵 只要一家人和和睦睦地过小日子就行 王月菊把捆好的玉米棒子 递给顾建国 你再找人打听打听邓志明 这亲事 我越想越觉得不是很好 顾建国听了他的话皱了下眉 昨天邓志明和张双平两人的事 他心里也有个疙瘩 接过妻子递过来的玉米棒子 他恩了一声 之前只在他村里打听了 没去他单位打听 我明天找人问问 以前还觉得是个好的 现在看着不是个踏实人 放心吧 我多打听打听 两人正说着邓志明 结果邓志明的妈赵凤兰来了 他一进院子就说 哟 你们家的玉米棒子可真大 今年收成肯定好 今年他们家的玉米棒子 确实比别家的大 一是因为顾建国听了 镇上农季站技术员的建议 种玉米的时候 让每颗玉米之间的间隔打鞋 二是这一家子人都勤快 胶水施肥没有落过 地里的草也被拔得干干净净 村里人都说 顾建国伺候庄家 跟伺候孩子一样 赵凤兰当初之所以答应 邓志明和顾一敏的亲事 一是被邓志明磨得没办法了 二是绝顾一敏勤快 看看顾家的小院 就是鸡脚嘎啦 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净 他就对顾一敏又不满意了起来 张双平的爸是村之书 他是村小学的民办教师 就这两点 赵凤兰觉得都奈把顾一敏 甩出八条街去 顾一敏除了长得好看 还有啥 勤快 而媳妇娶到家 就是不勤快 他也能把他捋勤快了 张双平走后 他又在路上碰到了张春桃 张春桃又跟他说起了 王月局生闺女会遗传的事 这种事没有事实依据 赵凤兰不怎么相信 他们村老栓家的 一口气生了八个闺女 后来那些闺女嫁了后 不也生了儿子 但张春桃还说 屁股大的才能生儿子 这话很多人都说 赵凤兰觉得很对 他自己屁股就大 所以就生了儿子 回去后 他仔细想顾一敏的屁股大不大 想来想去都不确定 所以今天就来看看 顾一敏的屁股大不大 王月局拿了凳子让他坐下 你怎么有空过来了 去我娘家 路过这里就过来坐坐 赵凤兰在顾家的小院里 看了一圈 没有见到顾一敏 正想问 就见他从厨房走出来了 一见到他 赵凤兰眼睛就往他屁股上瞅 然后脸色就沉了下来 顾一敏是细高条 小骨架 看着盘很顺 但屁股是真的不大 再看眼前的王月局 也是瘦的一条 生了四个孩子了 腰也没见多粗 赵凤兰心里撇嘴 长得再好有什么用 不会生儿子 就是最大的毛病 越想他对顾一敏越不满意 说话也就不好听了起来 而且很是高高在上 我家志明天天去镇上两所上班 家里的活我跟他爸干不过来 要不让一敏去家里帮几天忙 王月局一听这话 脸色不好看起来 都是没过门的女婿 给丈人家干活 哪有没过门的儿媳妇 去婆家干活的 这是想把他家孩子当劳力士啊 他家一敏和二慧 虽然农忙的时候也下地干活 但他和顾建国 从没让他们干过重活 这几天家里农忙 一敏虽干不了重活 但能帮我个 他爸打打下手 还真抽不开身 王月局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这样啊 赵凤兰看向顾一敏 一敏啊 昨天志明还说你呢 去我家晚两天怎么样 顾一敏听到刚才赵凤兰说的话了 阴阳怪气的 看不起谁呢 跟邓志明的亲事 是他们邓家找没人来说的亲 不是他巴着要嫁到邓家去 婶子 我家也有很多活没干呢 就不去你家了 顾一敏脸上带着笑 但眼神却是冷的 他跟王月局的性子像 看着脾气好 其实倔得很 赵凤兰冷笑了下起身 那好吧 你是金贵人 我请不动 我家志明有工作 是商品粮 他不干活可以 他娶的媳妇 可不能不干活 那你们就娶个会干活的媳妇 我不会 顾一敏脾气也上来了 赵凤兰今天来 想过要把这门亲事 给搅和黄了 但他没想到 王月局和顾一敏这么硬气 居然说 让他再找个媳妇的话 这种话他能说 顾家的人凭什么说 顾一敏没有工作 也不是商品粮 他凭什么说这种话 赵凤兰因为儿子是商品粮 又有个大伯哥 在县城的公安局上班 一直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平时村里人也都奉承着他 这些年鲜少有人这样 跟他说话 更何况是他本来就看不上了未来媳妇 他只觉得一口气堵在了心口 呼吸都是困难的 他深深地吸了几口气 好好好 这话是你说的 退亲 顾一敏虽然心里难受得很 但说话十分硬气 退 赵凤兰见他这么果决 气得差点没绝过去 他指着顾建国和王月局说 这么大的事 一个孩子说了不算 你们说 我可是跟你们说 我家志明是梁索的正式职工 还是商品梁 退了亲你们可找不到这么好的 第十二章 杀之鸡补补心情 赵凤兰想退亲吗 想 但他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他的想法是 今天来看看顾一敏的屁股大不大 要是大 回去就找另外一个理由 说服儿子退亲 要是不大 那么理由就是顾一敏不能生儿子 别管是哪一种 他都是要回去商量的 退亲可不是小事 只是他没想到顾一敏这么硬气 一句难听话都听不了 现在他想让顾建国和王月局 能说句软话 挽救下他的面子 给他回家商量退亲的时间 他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 要是闹起来 说不定能出人命 只是顾建国和王月局的态度 让他失望了 顾建国黑着脸说 退吧 王月局冷哼了一声 你们家高贵 我们高攀不起 退亲 好好好 你们别后悔 赵凤兰捂着心口走了 他真是要被气死了 顾家一家子平头老百姓 王月局还不会生儿子 凭什么在他跟前硬气 顾思情都梦了 这 这就退亲了 是不是太顺利了些 难道我有重生金手指 心想事成 他在这边乱七八糟的想着 那边顾建国和王月局 把顾一敏叫到了房间 顾思情见他们脸色都不好 忙收了高兴的表情 其实 大姐应该挺难过的 她不应该这么高兴 但 真的很高兴怎么办 她走到顾二汇跟前 要不我们杀之激庆 给大姐补补心情 顾二汇还没说话 旁边的顾三静咽了咽口水说 我觉得可以 顾二汇本来正担心顾一敏呢 被他们两个一句话搅和的啥也没有了 就似笑非笑的看着他们 我看是你们两个馋了 屋里 王月局坐在顾一敏身边 轻声问他 你怎么想的 他知道 刚才大闺女说退亲的话 大半是气话 顾一敏低着头不说话 顾建国眉头皱成了疙瘩 以前不觉得 现在看着邓家不是个好人家 顾一敏看父母都是一脸为难 抬起头道 既然说退亲就一定要退 今天闹到这种程度 要是不退亲 我以后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有个不待见你的婆婆 日子有多不好过 看看他妈就知道了 当初他爸还在部队的时候 奶奶的软刀子 可让他妈吃了不少苦 他爸从部队退役后 把所有事情都担在自己身上 奶奶才消停了些 就这偶尔也会说些不好听的话 就像前两天 三镜偷了他一个苹果 就过来说了很多难听话 所以这个婚得退 至于他跟邓志明之间的感情 那就呵呵了 他们之间没感情可言 因为他长得好 老妈管他管得很严 漂亮的女孩子容易被人关注 更容易被人咸言碎语 所以他基本不怎么 跟年龄相仿的男青年多说话 就是跟邓志明定亲后 他们单独相处的机会也少得很 所以他们之间能有什么感情 不过订婚后 他想过嫁给邓志明后的生活 到时候他在镇上上班 他操持着家里 日子不会大富大贵 但和和睦睦 只是没想到 这一切的设想都将要成空 但有些事情该断就得断 现在不断 以后吃苦的是他 只是未来会怎样 他有些迷茫 网月局和顾建国听了他的话 都松了一口气 他们就怕闺女 被邓志明糊弄的脑子不清楚 王月局揽上大女儿的肩膀 我跟你爸没想过 让你嫁到多富贵的人家 我们就想着 能给你找个踏实的 人品好的人 当初定下邓志明 是觉得他是两所正式职工 汉老保收 你以后的日子能过得好 没想到却是看走了眼 顾一敏笑了笑 我没事 你们别担心 顾建国和王月局见他笑了 就真的放心了 顾建国还在心里说 不愧是我的闺女 做事果断 当初相亲的时候 邓家给了66块钱和一块布 换铁的时候 给了166块钱 和一套1分6斤肉 到时候都还给他们 王月局道 农村的习俗 男女定亲后退亲 如果是男方先提出定亲 那定亲的财礼 女方是不会给的 但如果是女方提出退亲 财礼要还给男方 但不管他们两家 是谁先提的退亲 他们都把定亲的财礼给邓家 他们是没钱 但也不会因为这点钱 让女儿被人说闲话 三人说一会儿话就出来了 顾思情见 他们脸色都挺平静的 放心 虽然大姐退亲她高兴 但她可不希望家里人 因为这事闹心 爸 顾三静见到爸妈和大姐 都没有伤心的样子 就说了想说的话 刚才小四一说 杀鸡她的口水就开始流 顾一敏一听她的话 就不吃乐了 我心情挺好 不用补 顾建国和王月局也忍不住乐 顾建国大手一挥 那就杀鸡 给你大姐补补心情 顾三静一听 大眼睛更亮了 拉上顾思情就去抓鸡 顾思情有些不乐意 她还想做个美丽的小仙女呢 小四 你站在这堵着 我把鸡往你这撵 她过来了 你就抓哈 顾三静吩咐完顾思情就去撵鸡 但鸡怎会听她的话 往顾思情那里跑 结果是她追着鸡满院子跑 小四 你站着干嘛 抓鸡呀 顾思情深吸一口气 反正也做不成美丽的小仙女了 抓就抓吧 姐妹俩满院子的跑着抓鸡 顾建国看着姐妹俩乐了一会儿 大不上前 弯腰就把一只鸡按在了地上 顾思情和顾三静 呼呼喘着气走过来 一看是那只最肥的大公鸡 这只公鸡平时傲娇得很 见了人都是昂着脑袋 没想到他却是这群鸡里最衰的一个 不过不得不承认 这家伙有傲娇的本钱 就身上这辆的发光的毛 就完败家里所有的公鸡 爸 拽几根鸡毛 我要做剑子 顾思情说 顾建国抓着公鸡的两个翅膀起身 大手拽了几十根鸡毛递给他 玩去吧 说完他就去杀鸡 顾三静拿把刀递给他 蹲在旁边看 顾思情忘了怎么做羽毛剑子了 就拉着顾一鸣帮他做 顾二汇和王月菊 两人在厨房烧水 一汇鸡给鸡退毛 得用热水 张春桃来的时候 见到的就是这样一副 热热闹闹的温馨景象 他有些猛 刚才他站在自家的院子里 只棱着耳朵 把赵凤兰话听得清清楚楚 邓家要退亲 可把他高兴坏了 他过来是看笑话的 没想到这一家人心这么大 这么好的亲事就要没了 他们还有心情杀鸡 第十三章 及时止损 张春桃看顾建国拿着菜刀 在鸡的脖子上一抹 然后哗啦啦的往外流鸡血 他开始流口水 好长时间没有吃过肉了 他家的几只鸡早就进了肚子 就是吴大妮养的鸡也只剩下一只 想着一会儿顾建国他们炖好了鸡 肯定要给吴大妮送 到时候那鸡肉 还不得一半进了他的肚子 哼 这就是生儿子的好处 顾思情不知道 张春桃有这么多内心戏 见他盯着老爸看杀鸡 就问 二婶 杀鸡好看吗 张春桃收回眼神 看向顾思情 这个丫头骗子 这几天特别讨厌 一米啊 刚才我见知名的妈来了 都说什么了 怎么看着走的时候不高兴的样子 张春桃问顾一米 顾一米正拿着线缠鸡毛 把鸡毛缠一块 再找个瓦片磨光了 把缠好的鸡毛绑上去 鸡毛剑子就成了 张春桃的话他听到了 但当作没听到 不就是来看笑话的吗 看 你随便看 看了别人的笑话 你的日子就能过好了 他知道退亲后 肯定有不少人 等着看他的笑话呢 越是这种时候 他越要风轻云淡 越要过得开开心心 张春桃见顾一米不说话 以为他正伤心 更高兴了 他笑着道 一米啊 你真是有福气 致明是梁索正式职工 又是商品梁 真是鼎鼎好的对象 顾一米把鸡毛缠好了 抬头看了一眼张春桃 二婶 听说你侄女张双平 跟邓志明是同学 那天我看着他们关系 还不错的样子 当初他们 怎么就没定亲呢 他们要是定了亲 你也不用在这里羡慕我了 张春桃一张看笑话的脸 听了这话 瞬间间酸了起来 我刚才听得清清楚楚 邓志明他妈说要退亲 一米 你就是心里不舒坦 也不能这么这编排人吧 编排谁了 就是实话实说而已 顾一米起身去找瓦片 嘴里还说 二婶你 至于这么七级败坏吗 张春桃被噎得说不出话 哼了一声转身就走 嘴里还说 我看退了亲 你能再找个什么样的 顾一米当作没听到他的话 找了半片瓦片 用砖头敲成一元硬币大小 然后在石头上磨 他脸色平静 看不出喜怒 但顾思情知道 他心里肯定痛快不到哪里去 这个年代可不像几十年后 谈恋爱不成 大不了分手就是 谁也不会说什么 这个时候定亲退亲都挺重要 特别是退亲 女孩子的名声多多少少是有影响的 大姐 我们这叫及时止损 顾思情蹲在顾一米身边说 顾一米还是第一次听说止损这个词 就问 什么意思 就是顾思情组折下语言 比如我们家地窖里的红薯 有一块红薯坏了 我们是不是要把它扔了 不扔 说不定整个地窖的红薯 都被它弄坏了 邓志明他们一家 就是那块坏红薯 现在扔了 是为了以后更好的日子 顾一米听了他的话扑吱笑了 你都是从哪学的这些 顾思情黑黑笑 报纸上看的 我是不是很聪明 顾一米心情好了很多 他看着顾思情笑 我家小四最聪明 以后一定能考上大学 顾思情心里叹口气 又是这句话 前世他最常听的 就是这样的话 小四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考上大学 小四 咱们家可指望 你出个大学生呢 小四 你上大学的钱都准备好了 所以他上初中后的 唯一目标就是考大学 他前世就为了两个目标而活 考大学和努力 配得上董建安 但这两个目标 不说也罢 鸡毛剑子很快就做好了一个 顾一米又开始做第二个 他想着三镜和小四一人一个 顾思情拿着剑子踢了几下 起得很高 大姐的手工一如既往的好 鸡很快杀好了 王月菊放在厨房 等着晚饭前炖上 顾思情想起了前世 经常吃的一道菜 小鸡炖蘑菇 就拉着顾三镜 去村东头的小树林里采蘑菇 树林里的蘑菇 有的能吃有的不能吃 像那种长得像伞一样的 就不能吃 有毒 那种鸡腿一样的 能吃 而且味道很美 农村孩子平时吃不到好的 野蘑菇算是改善生活的菜 所以一般都知道 哪种有毒 哪种没毒 家长都再三说过 姐妹俩在小树林里 转用了一个多小时 才找到八个鸡腿菇 没办法 采蘑菇的小姑娘 不止他们两个 不过 八个鸡腿菇 可以做配菜了 炖鸡这种大菜 王月菊不会让顾思情 和顾三镜做 下午他从地里回来的早会儿 让顾三镜和顾思情 两人烧火 他炖鸡 鸡炖上不一会儿 就飘出了香气 对面院子的张春桃 都闻到了香味 口水都流出来了 他一直关注着顾思情家的院子 等着他们给吴大妮送鸡肉 鸡炖好 顾建国和顾一鸣 顾二汇也回来了 王月菊成了一碗鸡汤 让顾思情和顾三镜 给吴大妮送过去 碗里有一个鸡腿 和几块鸡肉 本来鸡就不是很大 一家子人吃 一个人吃不了 几口肉 小四 我们一人吃一块吧 出了院子 顾三镜小声跟顾思情说 顾思情看看碗里的几块肉 捏了一块放在顾三镜嘴里 吃完擦干净嘴 顾三镜鼓着腮帮子快速的嚼 跟个偷吃的仓鼠一样 又憨又可爱 小四 你不吃啊 顾三镜见顾思情没有吃 就小声问 二婶看着呢 顾思情转移话题 就那么几块肉 他们两个要是一人吃一块 就不剩下啥了 顾三镜毕竟只是个九岁的孩子 关注点一下子被带到了张春桃那里 他又小声道 一会儿二婶肯定去吃 那就不关我们的事了 顾思情语气有些嘲讽 不管是他们家给的好东西 还是姑姑给的 老太太最先想到的 就是二婶家的两个儿子 到了吴大妮的院子 姐妹俩把碗给了她 吴大妮拿出她的碗道上 又把碗给他们姐妹 中间没有说一句话 也没一个笑脸 也不知道他们又怎么惹到她了 顾思情才懒得看她脸色 拿了碗拉上顾三镜回家 刚到家不一会儿 就听到对面院子里 传来吵闹声 是吴大妮埋怨张春桃 有好吃的自己吃 不给她的孙子留 他们一家人全倒没听到 热热乎乎的吃小鸡炖蘑菇 虽然一人吃不了几口肉 但汤一样好喝 吃过饭 一家人洗碗的洗碗 收拾院子的收拾院子 忙完了刚要休息 邓志明来了 第十四章 没童死自己 也要被你气死 来的不仅有邓志明 还有他爸邓二柱 和他妈赵凤兰 邓志明一来就急切地 走到顾一敏跟前说 一敏 你别怕 我不会跟你退亲 顾一敏刚洗完脸 正用毛巾擦脸上的水 在朦胧的夜色下 此刻的他更是天生励志 楚楚动人 邓志明都要看吃了 这样的一个美人 他连手都没有摸过 怎么可能答应退亲 顾一敏向后退了一步 以前没觉得 怎么现在越看他越恶心呢 顾建国大步走过来 挡在顾一敏前面 退亲是两家人的事情 你跟我说吧 顾叔 对不起 我妈不会说话 都是我妈的错 我从没想过跟一敏退亲 邓志明声音急切 他又看向顾建国身后的顾一敏 一敏 你相信我 我不会跟你退亲 但是现在我想退亲 顾一敏声音冷淡 跟邓志明退亲难过吗 是有些的 毕竟定了一年亲 他曾经设想过 两人一起美好的生活 而且这次的事情 确实是他妈搞出来的 跟他没关 但这个亲必须退 就像小四说的 止损 一敏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邓志明一脸受伤的模样 我们定亲一年多了 我对你怎么样 你不清楚吗 顾思情快要被恶心吐了 你要是去演穷药剧 估计能出更多表情包 顾一敏没看过穷药剧 但听了他这些话一样 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亲家 有什么话 我们进屋说吧 当二住看周围 已经有人往这边看了 就笑着跟顾建国说 他没想到一不留神 自家的败家娘们 就整出这么大的事 而且他家那个孽障儿子 寻死觅活得不退亲 非要让他们过来道歉 一张老脸都要被丢尽了 顾建国也不想让别人看笑话 就大不进了厅堂 顾思情和顾三静 顾二会连忙进他们屋 他们屋跟厅堂紧挨着 一会他们说什么 他们三个能听得清清楚楚 亲家 女人家不懂事 今天他要是说 什么不好听的话 你们单待 别跟他一般见识 邓二住因为有个 在县城派出所上班的大哥 觉得自家跟别人家不一样 经常听广播 说话也自认为很文明 顾建国做事情 不喜欢拖泥带水 所以不跟他耍花枪 直接说 事已经出来了 也撕破了脸 我们家一敏 是不能嫁到你们家了 明天 我就把当初你们送的那些东西 给你们送过去 钱容易还给他们 但衣服一鸣已经穿了 肉早就吃了 明天他就去镇上 把这两样东西补上 邓二住没想到 顾建国还拿桥上了 他们邓家条件这么好 要不是儿子看上顾一鸣 他们两家都不可能结亲 他过来道歉 已经是给了他们 很大的面子了 要是这个顾建国 还不知好歹 那这门亲事 就真的算了吧 他想端着 但儿子不给利亚 就见邓志明起身 给顾建国鞠了一躬 顾叔 我带我妈向你们道歉 我保证以后 绝对对一鸣好 邓二住和赵凤兰 觉得都要丢死人了 特别是赵凤兰 又要喘不上来气了 他气性大 脾气又不好 一点小事他 就能气上好长时间 更别说这么大事了 现在他儿子 是在把他的脸 生生往地上踩啊 这要是真的 把顾一鸣娶回家 以后他的日子要怎么过 还能把婆婆的谱吗 建国兄弟 你看孩子也道歉了 这事就过去吧 邓二住语气 好似顾家人 在屋里取闹一样 觉得他们做到这种份上 已经是给了顾家 天大的面子了 只是他没想到的是 顾建国依然坚持退亲 就听他说 你是商品粮 又是粮索的正式职工 我家一鸣是 平头老百姓一个 配不上你 这亲事就算了吧 邓二住脸彻底黑了 邓志明则声音尖利地说 我不同意退亲 邓志明怎么能同意 从定亲开始 他就心心念念着 把顾一鸣弄到床上 目的没达成 他不可能退亲 邓二住看不下去了 顾家人太不知好歹 他对着邓志明呵斥 人家是看不上你了 你还看不明白吗 走回家 他说着起身 赵凤兰也跟着站起来 眼睛刀子一样 射向顾一鸣 但顾一鸣坐在王月局身边 面色平静 好像退亲的不是他一样 赵凤兰又被气得心口疼 邓二住和赵凤兰 一个冷着脸 一个捂着心口往外走 但刚走到门口 就听他们儿子说 我不退亲 你们要是退亲 我就死给你们看 两人回头 就见他们的宝贝儿子 拿着一把刀 放在自己脖子上 一副疯了的样子 我不退亲 你们要是退亲 我就死在这里 顾思晴三人在屋里听到这话 马上就冲到厅堂 见邓志明拿着刀子一脸威胁 顾思晴牙简直要咬碎了 前世这丝为了不离婚 就经常这样威胁他们 还真当他的命多金贵呢 不过是一块坏红薯 顾思晴小生跟顾二汇说 二姐 他的刀子要是割破喉咙 肯定会很疼吧 顾二汇听到这问话 就扭头看他 小四又要整什么幺蛾子 就见他眼中带着脚滑 马上明白了他什么意思 就一小声说 肯定疼啊 小刀割破手 还疼得要命呢 那刀子割了喉咙 真的能死 估计刚开始不会死 血流没了就死了 不过也可能会被疼死 那他死了 跟我们家没关系吧 当然没关系 他是自杀 跟我们啥关系 呼 那我就放心了 死就死吧 他俩的声音虽然压低了 但也不是很低 整个屋子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赵凤兰要不是担心儿子 肯定已经被气晕过去了 邓二柱又觉得丢人 又害怕儿子真的自杀 连忙上前劝 就在这时 顾思晴小跑着要出去 顾二汇问他 你要去干嘛 去村委会打电话报警 死人了 肯定得让警察知道 邓志明 我没捅死自己 也要被你气死 第十五章 跟他们脱不了关系 顾思晴真的要去报警吗 当然不是 现在的警察 可不像后世的110出警块 而且 即使警察来了 说不定还要被训斥一顿 邓志明 你不是会用自杀吓唬人吗 不想把这声闹大 闹大了丢人的是邓家人 特别是邓志明 为了不退亲 就要死要活的搞自杀 要是传出去 他在单位还能抬得起头 哼 姐一个重生的 还玩不过你一个坏红薯宅子 果然 他刚到门口 赵凤兰嗷一嗓子 就冲过来抓住他的胳膊 你这丫头 报啥警 他要自杀 不得报警吗 顾思晴睁着大眼睛 一脸懵懂的样子 赵凤兰觉得 跟他一个小丫头说不通 就一手拽着他 要往外走的驾驶 这可不是小事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赵凤兰 以前怎么没发现顾家的小四 这么讨厌人 自家孩子自家了解 顾建国知道 小闺女是吓唬邓家人呢 他自然不能拆台 就站起身说 二慧 你跟小四一起去村委会打电话吧 这都动刀子了 不报警不行 顾二慧连忙点头 走过去把顾思晴 从赵凤兰手里解救出来 姐妹俩卖腿就要走 赵凤兰连忙又一手拉一个 不让他们走 这要是让他们出去一圈 就是警察没来 他儿子的名声也就没了 邓二猪气的抬腿 朝邓志明身上踹了一脚 你是娶不上媳妇 还是咋地 要死要活的 你不丢人 老子还丢人呢 你大伯还丢人呢 邓志明拿着刀 愣愣的站在那里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事情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本来他只是 想这种方式 吓一下顾家人 特别是吓一下顾一鸣 让他以后老老实实的 听自己的话 不然他就用自杀的招对付他 他想的很好 遇挣扎着 邓二猪又朝他身上踹了一脚 你还愣着干嘛 还真想死啊 邓志明没办法 只能收了刀子 屋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顾思琴和顾二汇走了回来 他想到了前世 当时大姐每次提离婚 邓志明都是这样拿着刀子威胁 然后大姐就妥协了 想一想还是心太软 要是心硬的 管他死活呢 你一个人渣 死了我就解脱了 死了正好 要是第一次大姐不被邓志明拿捏住 他之后就不会动不动自杀了 不过 大姐前世拖那么多年没离婚 也跟这个年代的形势有关 这个年代离婚的少 更别说起诉离婚了 起诉离婚大城市都少 更别说农村了 就这么说吧 明天我把东西给你们送过去 把耕铁换过来 顾建国摆出一副感人的架势 闹到这种程度 邓家人自然也待不下去了 一家人准备往外走 赵凤兰心中的气怎么也压不住 他看着顾一鸣冷笑说 我看你以后能嫁个什么好人家 别到时候找个赖汉到我家哭 你放心吧 顾一鸣淡淡的看着他说 我无论是嫁给谁 都比嫁到你们家强 好好好 我倒要看看你能嫁给谁 赵凤兰拉着邓志明往外走 邓志明还回头深深的看顾一鸣 眼看就要倒嘴的肉 就这么飞了 他怎么能甘心 邓家一家人走了 顾家人坐在厅堂里沉默了一会儿 顾建国就白手说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顾思情和顾二慧 顾三靖都回了屋 王月局报了报顾一鸣 这个清退的好 现在总算看出来了 邓家一家子都不是好的 这以后要是嫁过去 日子不知道过成什么样呢 顾一鸣自然知道这个道理 他对着王月局笑了笑 我知道 这叫止损 王月局和顾建国 也不知道止损是啥意思 顾一鸣跟他们说了 顾思情怎么解释的止损 两人听了都笑了起来 小四越来越机灵了 王月局笑着道 顾建国也咧着嘴笑 他们家说不定真能戳大学生呢 这事你别放在心上 顾建国跟顾一鸣说 现在新社会了 离婚的都有 更别说退亲了 顾一鸣点头 我没事 就是遇到这种事 糟心了些而已 三人又说的话 就都回房间休息了 顾一鸣一进屋 就见一盆热腾腾的水 在床前放着 顾三鸣拿着擦脚毛巾 看着他笑 大姐来 泡泡脚散散晦气 顾一鸣扑自笑了 肯定又是小四出的鬼主意 他走过去脱鞋脱袜子 脚放进脚盆里 就开始热乎乎的 心也一样 大姐 你心里舒服点没 顾三鸣走过来给他捏尖 要是心里还不舒服 让三鸣给你念念他的检查 顾一鸣想到 三鸣内笑的人 肚子疼得检查书 哈哈笑了起来 顾三鸣见顾四鸣 又嘲笑他的检查书 一下子就扑上来 把他压在床上挠痒羊肉 哈哈哈哈 顾四鸣又痛苦 又止不住笑 他没有顾三鸣力气大 只能求饶 三姐 美丽可爱的三姐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顾三鸣压在他身上不放 以后不准再说检查的事 顾四鸣连忙真诚的说 不说 再也不说了 顾三鸣 说了你就是小狗 嗯嗯 是小狗 见他态度良好 顾三鸣松了力气 顾四鸣趁着他松手的空荡 翻身把人压在身下 挠他的痒羊肉 这次换顾三鸣 哈哈笑了起来 顾一鸣和顾二慧 不管他们两个闹 顾二慧坐到顾一鸣身边小声说 我觉得退亲的事 跟二婶和那个张双平 脱不了关系 顾一鸣收了脸上的笑 我想到了 不过 他要是觉得邓志明好 那他就嫁 他现在可算是看明白了 邓家没一个好东西 看赵凤兰那个样子 谁嫁到他们家 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顾二慧冷笑 不过 还是咽不下这口气 邓志明 我们嫌不好 退亲可以 你张春桃和张双平 在后面搞小动作 就是欺负人了 第十六章 去提亲吧 顾建国和王月局 喜书好上床 听到女儿房间传来的笑声 嘴角也忍不住上扬 其实 他也没有了 再大的事 只要一家子和和睦睦的 就不是啥大事 当初他们送一米那套衣服 是红白格子的上衣 和黑色裤子 明天去镇上 买的时候 尽量一样 还有肉 要后腿肉 不能让他们 因为这点东西说嘴 王月局亲身跟顾建国说 顾建国恩了一声拉上灯 就听媳妇又说 退亲这事 肯定跟老两家的脱不了关系 顾建国又恩了一声 他不是傻子 赵凤兰为啥跑过来找事 不用想就知道 是有人在后面窜多了 邓家不是个好人家 退了是好事 顾建国手臂抱上媳妇 那样的火坑 谁愿意跳谁跳 王月局叹口气 我就是怕这事 影响我们一敏的名声 以后找不到好人家 顾建国拍了拍他的背 一敏在定亲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打听 这次怨我 没有打听清楚邓家的为人 让一敏受了委屈 今天见到邓家人的嘴脸 他愧疚得很 当初怎么就没打听出来 邓家是这样的人家 也不能怨你 王月局劝慰道 邓家庄离我们远 我们在那里又没有熟人 顾建国又嗡了一声 他其实担心的是 今天闹成这个样子 邓家在后面使坏 邓家人要是针对他 他是不怕的 就怕他们针对的是女儿 明天再嘱咐他们姐妹几个 平时小心些 顾建国在这里担心 邓家人报复 四姐妹这边在讨论 怎么套麻袋打人 刚才顾思琴和顾三靖 打闹的时候 听到一敏和二汇说 张双平和张春桃 在后面使坏 顾三靖就提套麻袋打他们 上次套麻袋打顾学兵 感觉太爽了 他想再来一次 顾一敏和顾二汇有些犹豫 毕竟打人这种事情 他们从没干过 但想想张春桃和张双平 在后面做妖 他们也咽不下这口气 套麻袋打张双平 不是很现实 顾二汇说 套麻袋打人在晚上最合适 张双平不是我们村的 我们不可能跑到他们村打他 二神也不是很合适 顾一敏说 他晚上就是出门 也是在我们这一片活动 根本没机会 顾三靖有些气馁 总不能再打一次二斌子吧 顾思晴想了想 打邓志明 事情的根源是他 而且重生回来后 见到他的第一面 他就想打他了 顾一敏和顾二汇 觉得这个提议不错 心里这口气总得出了 找邓志明出气是最好的 但他们都没有套过人麻袋 怎么操作还真不知道 这事交给我就行了 顾思晴一脸自信 到时候你们打配合就行 他决定叫上韩正平 那小少年跟人打架的时候有多狠 他已经见识过了 这样的人才必须好好利用 你打算怎么做 顾二汇又把顾思晴拽到了自己的被窝 顾思晴没瞒他们 反正他们早晚都得知道 顾二汇他们一听是叫韩正平帮忙 都觉得不靠谱 顾二汇还说 正平白白净净的 脾气那么好 怎么会打架 顾思晴叹口气 你们都被他的表象蒙蔽了 那可是个真正的狠人 不过这话他没有说 而是道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顾二汇和顾一敏 觉得叫上韩正平也可以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只不过他们不会把那个白净 又好脾气的人当主力 卧谈会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顾一敏和顾二汇都想着 明天一定要好好推演下 怎么套麻袋打人 虽然这种事他们没干过 但想想都很激动怎么办 第二天顾建国和王月菊 吃过饭就一起骑车到了镇上 去买东西 退亲的事早办好早安心 顾一敏带着三个妹妹 把包好的玉米棒子 编辫子一样编在一起 然后搭在顾建国做好的 专门晒玉米的架子上 干着活 四姐妹嘴里讨论的是 套麻袋打人的细节 张春桃吃早饭的时候 眼睛就往这边院子瞄 昨天晚上邓家来人的事 他是知道的 后来他还在外边听了会抢脚 确定两家闹得很凶厚 就高高兴兴地回了家 这一次邓家肯定要退亲了 退了亲就让邓志明跟双平定亲 到时候他也跟邓家是亲戚了 邓家可是有个在县公安局上班的大哥 他以后说不定也能沾上光 想着这一切 他一晚上睡得特别好 早上醒来的时候都是笑着的 吃过饭 他就去了娘家 见到大嫂葛凤莲和张双平 然后又道 我觉得这事必须趁热打铁 你们赶快跟邓家提定亲的事情 我们是女孩子 托人去男方家说亲 说出去多宝看 葛凤莲有些犹豫 要不跟那边通个气 让他们到家里来提亲 你们自己看着办 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 张春桃觉得葛凤莲就是矫情 之前双平跟邓志明谈过对象 不定都干了什么呢 现在还拿巧什么 再拖下去 这么好的亲事 说不定就被人抢了 葛凤莲还是有些犹豫 他想好好打听下邓家 闺女是亲闺女 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的嫁出去 但张双平急了 妈 你就让人去邓家提亲吧 再等下去 说不定邓志明又看上别人了 他知道自己长得一般 邓志明又是个好颜色的 这么好的亲事 不能再被人抢了 葛凤莲见闺女着急 再想想邓家的条件确实好 就同意了 我现在就去找没人 到邓家提亲 他这话一出 张双平和张春桃都松了一口气 顾建国和王月局半赏的时候就回来了 该买的东西都买了 王月局拿出钥匙 打开放在床头的红木箱子 从里面拿出一个黑色的小布包 坐在床上 他把黑色的小布包打开 里面是一层蓝色的布 再打开蓝色的布 里面是红色的布 打开红色的布 里面是一层塑料布 打开塑料布 里面是一叠钱 第17章 朝他屁股担子上打 提亲那天 邓家给了66块钱 换帖的时候是166 一共232 王月局嘴里念叨着 拿出232块钱递给顾建国 然后又一层一层的把钱包好 去了别跟他们说太多 丈夫跟邓家人起冲突 在人家村里 顾建国就是再能打 也打不过人家一个村的人 我知道 顾建国把钱随意塞到衣服兜里 起身走了 王月局把他送到门口 有些担心 昨天闹得那么凶 就怕邓家人 趁着顾建国送钱的时候 找一群人打他 顾建国哭笑不得 他们不怕邓志明 为了退亲到自杀的事传出去 就尽管来 听了这话 王月局放心了一些 他也是关心则乱了 邓家装离他们上水村挺远的 起车要将近半个小时 有人吗 不一会儿堂屋门打开了 邓二柱皱着眉出来了 见识他 一张脸都皱成了窝瓜 进来吧 顾建国跟着他进屋 一进去就听到了哼哼声 这声音跟唱歌一样 还带着弯 是赵凤兰的声音 昨天从你家回来后 志明他妈就病倒了 邓二柱声音里带着浓浓的院队 顾建国全倒没听到 把东西放在桌子上 又从兜里拿出钱递给他 232块钱 一身衣服一块布 还有六斤肉和邓志明的更贴 那一进去 赵凤兰哼哼的声音更响了 顾建国坐在厅堂里 听着里面带弯的哼哼声响笑 但还是忍住了 邓家人还真都是小心眼 退亲这种事情 传出去对女方的影响 可比男方大 结果 他们家没事一样 该干嘛干嘛 邓家呢 跟死了人一样 邓二柱从卧室出来 把更贴交给顾建国 这时就听里面的赵凤兰说 我倒要看看 你们能再找个什么样的好人家 顾建国接了更贴 笑看着邓二柱说 这就不用你们操心了 说完他走了 赵凤兰哼哼着从卧室出来 看着顾建国的背影说 他们是找好了人家 邓二柱狠狠的瞪了他一眼 找什么样的人家 都跟我们没关系 你要是没事了 就该干什么干什么 别总是在床上躺着 他这话一出 赵凤兰哼哼的更响了 手还扶着心口 一副快要晕过去的样子 邓二柱烦躁的大步出了屋 有点屁大点是 他就躺床上哼哼唧唧 顾建国回了家 饭已经做好了 去镇上割肉的时候 他多割了两斤肉 王月菊做了个大顿菜 他一进院子 就闻到了香味 洗了手坐下 一家人围着饭桌吃饭 顾建国动筷子钱说 钱和东西邓家都收了 一敏的更铁也拿回来了 跟邓家的亲事 算是彻底退了 这话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终于把坏红薯给扔出去了 让他们和张双平 相互霍霍吧 顾思晴看向顾一敏和顾二慧 还套邓志明的麻袋吗 顾一敏和顾二慧回了他一眼 当然套啊 他们兴奋了一个上午了 顾思晴埋头吃饭 总觉得重生以来 大姐二姐的画风跟前世不符啊 当然 他肯定不承认是他的原因 韩正平下午五点半放学 顾思晴和顾三静六点来中 在村口等他 韩正平放学必经过这里 顾三静拽了些狗尾巴草 姐妹俩一起编小兔子 韩正平到的时候 两人已经编了五六个了 韩正平见到他们姐妹 就停下了自行车 你俩在这干嘛 等你套麻袋 顾三静从昨晚就一直因为这事兴奋着 对韩正平一问就突噜出来了 韩正平被他的话弄得一头雾水 顾思晴连忙凑近他小声解释 我大姐跟邓志明退亲了 中间那货干了些恶心人的事 我们几个咽不下这口气 想套麻袋打他一顿 请你来帮忙 来不来 韩正平 顾家的那两位姐姐 什么时候这么暴力了 顾思晴见他皱眉不说话 又催促道 你干不干吧 韩正平在心里责了一声 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匪气呢 不过顾一敏平时对自己很好 他的事他不能置之不理 但这事得从长记忆 邓志明是个二十多岁的成年男人 比他们的个子都高 套他麻袋的话 从技术上来讲有些难度 但也不是不行 得好好推演一下怎么做 上来吧 一起回去 韩正平对姐妹俩笑了笑 温和无害 顾三静性子急 见他没直接答复 就说你到底干不干啊 韩正平又无奈的笑 我说不干了吗 回家跟大姐二姐商量商量怎么做 脾气看着真是好的不得了 那行 顾三静爬上车后座 韩正平侧身让顾思晴坐在前面 顾思晴点起脚坐上去 他是真的不喜欢坐自行车前辆 太个屁股 前世电视里演的那些 坐在对象自行车前辆上笑得开心的姑娘 他就不信他们不个屁股 手别放在刹车那里 不然一会儿加你手 韩正平骑上自行车 自己还不忘提醒顾思晴 到了家 韩正平以给顾思晴辅导作业为由 在四姐妹房间跟他们商量 怎么套邓志明的麻袋 韩正平 邓志明比我们的个子都高 要套他的麻袋 必须先把他推倒 顾一鸣 邓志明下班回家 经过林场西边 那里一班很少人 有次邓志明约他在林场西边的小路上见面 说有东西带给他 后来他和二会一起去的 他哪里知道 邓志明当时是想跟他单独相处 顺便占点便宜 所以约了那个地方 但邓志明没想到的是 顾一鸣是个木头疙瘩 约会的时候还带着妹妹 韩正平 我知道那里 到时候我们提前埋伏在哪 等他来了 我从后面先弄倒他的自行车 然后推倒他把麻袋套他头上 顾三静 朝他屁股担子上打 顾一鸣 顾二会 好吧 三静还小 不知道这样说一个男人的屁股担子 有些羞耻 顾二会 我们先踩踩点吧 韩正平 是得先踩点 明天吧 明天我放学后一起去踩点 第十八章 套麻袋 顾思情拖着下巴 看他们讨论的热火朝天 前世怎么没有发现 干净好脾气的韩正平 这么狡猾又暴力呢 还有大姐二姐 你们那兴奋的小眼神 已经让你们远离仙女这个群体了 不过 密谋报复打人什么的 确实挺带感的 邓志明下班回到家 就知道顾建国把钱和东西送来了 他爸妈还收下了 本来就气不顺的他 对着邓二柱和赵凤兰吼 你们为什么要收顾家送来的东西 女方主动退亲 才会把彩礼送回来 你们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是顾一鸣没有看上我 主动跟我退亲的是吧 他使劲吼着 脖子上轻轻直冒 脸也扭曲着 根本不在意 他吼的是他应该尊重和孝顺的父母 邓二柱气的简直想打死他 为什么要收顾家送来的东西 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我们送过去的钱加起来232 你一个月多少钱工资 232块钱是你大半年的工资 为了给你半商品粮和粮索的工作 几乎花光了我们所有的积蓄 现在咱们全家1000块钱都拿出来 你还要订亲 结婚 还要1000多块钱 这钱从哪来 邓志明坐在椅子上呼呼的喘粗气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顾一鸣漂亮的仙女一样 想想就知道晚上抱着他睡觉有多爽 可这样一个眼看就要到手的鸭子去飞了 他怎么能甘心 你怎么就咽不下这口气了 邓二柱冷笑 是你妈先去人家家搅活的 没有他顾家会退亲 邓二柱对顾一鸣还是很满意的 听说做事玛丽还勤快 家里就应该娶这样的儿媳妇 张凤兰见邓二柱矛头指向了他 又捂着心口哼哼了起来 哼哼哼哼 邓二柱见他又哼哼起来了 起身出了屋 一天天的 全是闹心的事 哼哼志明啊 哼哼我也是为你好啊 赵凤兰摊在大圈椅里 好似随时都能断了气一样 那顾一鸣除了长得好看点 还有什么 怎么能配得上你 张双平有工作 他爸还是村支书 家底殷实 而且还上赶着想嫁给你 怎么看都比顾一鸣强 还有 我看顾一鸣跟他妈一样 不会生儿子 邓志明简直要被气死了 张双平瘦条脸 高颧骨小眼睛 皮肤还黄得土一样 你觉得这样的人能配得上我 我就那么磕沉 哼哼哼儿子 娶媳妇不能光看脸 邓志明站起来 气呼呼地回了自己房间 光的一声把门甩上 肯定是张双平在后面窜多他妈了 赵凤兰又哼哼了两声起身 回屋躺在床上 他就是不想让顾一鸣 进他们邓家的门 长得狐狸精一样 他儿子的一颗心 都长在他身上了 这要是嫁过来 他这个婆婆怎么当 邓志明五点半下班 顾思情他们算下时间 他下班骑车到林场 大概会在六点左右 第二天 四姐妹和韩正平 五点到了林场西边的小路 今天顾建国和王岳菊 去了离家较远的河滩那块地 看花生熟了没 熟了就该收了 那块地骑车要一个小时 两人回来 估计天就要黑了 姐妹四人 趁着他们不在家出来踩点 五人找好隐藏地点 又做了演练 结束后才五点半 顾二会提议 择日不如撞日 要不再等一会儿 看邓志明会不会来 要是来了我们 直接干就行 明天说不定 老爸老妈会发现 四个孩子都不见了踪影 他们肯定会怀疑的 顾二会的建议 得到了大家的同意 五人藏在小路旁边的玉米地里 顾三静闲不住 跑着出去找地泡子了 回来的时候 用衣服前进兜了很多过来 那边好多地泡子 快吃 顾一敏和顾二会都摇头不吃 小时候他们也吃这种东西 现在都不喜欢了 韩正平也不吃 他怕的泡子 把他的手弄脏 顾四静本来想端一端 小仙女的姿态 但看顾三静吃得欢 就也跟着吃起来 反正也做不成小仙女了 破罐子破摔吧 大概半个多小时后 远处传来的自行车铃的声音 顾四静小心地勾头去看 见果然是坏红鼠宰子邓志明 他还是穿着那件崭新的夹克衫 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应该也抹了头有 看来今天他又要当250了 是他 顾四静缩回身小声说 顾一敏和顾二慧 第一次干这种事 有些紧张 顾三静却是兴奋得很 撸了撸袖子 跃跃欲试 顾四静也有些兴奋 但他拽着顾三静 不让他一激动窜出去 五人中唯一平静的 估计就是韩正平了 就听他淡定说 按照之前演练的形式 顾家四姐妹都点了下头 就在这时 邓志明的自行车过来了 顾三静想往前窜 顾四静紧紧地拉住他 等邓志明走过去 一两米的样子 韩正平拿起准备好的砖头 抬手就扔了出去 砖头正好打在 自行车后孤路上 车子要倒 邓志明习惯性地 想脚支在地上 但脚还没落地 就被人从后面推了一下 然后头上就被套上了 一个麻袋 麻袋上的土 打了一头一脸 还没来得及挣扎 身上就传来了 雨点般的锤打 他连忙护住头 哎呀的痛呼 顾一敏在他背上 和腿上踹了好几脚 几日来 心里的玉器都发泄了出来 虽然他对邓志明没有感情 虽然退亲 他并不是很伤心 但定了一年的亲 他做了一年的美好设想 就这么成了泡影 心里的憋屈 没办法跟人说 运动能排泄人的负能量 打人也能 急脚下去 他的心硬下子畅快了 今后 他跟这个人 再没有一点关系了 就是为了 他憋屈也不会 顾思琴和顾二慧 顾三静也卖力地打了几下 这几天 他们心里也挺憋屈的 韩正平没有打 他在旁边放风 见远处来了人 他做了个车的手势 姐妹四人又狠狠地 踢了邓志明几脚 才一起往玉米地里跑 第十九章 哪有女孩子套麻袋打人的 邓志明只觉得 浑身上下都是疼的 心也恐惧地 几乎要跳出来 甚至有一刻 他都有些想失禁 还好控制住了 在地上躺了一会儿 感觉没有人再打他了 他就挣扎着想把麻袋拿掉 但一栋麻袋上土的 弄了他一鼻子一嘴 嗨嗨嗨咳 顾思情之前 把麻袋放在地上 滚了几滚 要是现在他看到 邓志明的样子 肯定夸自己聪明 你 你是二住家的志明吧 邓志明刚把麻袋拿下来 就有人过来了 还认出了他 现在他就是想找 地缝钻进去都完了 摸了摸沾着 头油和土的头发 他勉强地挤出一个笑 是 是 你这是咋了 被人打了 被谁打了 你大伯可是先派出所的 哎呀 这可怎么是好 要不要去派出所包案啊 你 我没事 就是骑车摔倒了 邓志明连忙打断他的话 要是再让他说下去 不知道会说什么呢 你这怎么是自己摔的 明明是有人套你麻袋了 你得罪谁了 邓志明 你很烦人 自己知道吗 你怎么不说话 你想想 这段时间得罪了谁 你肯定得罪人了 不然怎么会套麻袋打你呢 邓志明深吸一口气 把手中的麻袋 狠狠地摔在地上 忍着身上的疼痛 骑着车走了 哎 怎么走了 你说句话 我还能帮你想想 是谁打的你 邓志明用最快的速度 蹬自行车 生怕那人追上他 他甚至都怀疑 是不是刚才那人打的他 打完了又来恶心人 到了家 邓二柱和赵凤兰 正在跟一个面生的人说话 见到他浑身是土 走路还一拳一拐的 连忙过来问是怎么回事 他沉着脸进了屋 刚脱了上衣 赵凤兰就进来了 见他上身都是 轻一块子一块的印子 惊呼了一声说 你这是怎么弄的 邓志明不说话 赵凤兰捂着心口朝外边喊 他爸 他爸 你快来 志明被人打了 邓志明听了他的话 一张脸黑成锅底 你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被人打了 不一会儿邓二柱也过来了 看到他一身的伤 也问是怎么回事 邓志明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 邓二柱眉头皱得更紧 赵凤兰拍着大腿哭喊 这是哪个杀千刀的干的呀 让我看是顾建国 肯定是顾建国 邓志明觉得也有可能 要说这两天他跟谁有恩怨 只能说是顾家了 甚至他很希望是顾建国 这样他就有理由冲到顾家 跟他们论理 或许他和顾一敏的亲事 说不定还有转环的余地 但就听邓二柱说 不是顾建国 他今天去了河滩 我看到他了 我回来的时候 他还在地里呢 他刚从河滩回来没一会儿 顾建国就是跟他前后搅回 也没时间去打他儿子 那是谁呀 赵凤兰边给邓志明找衣服边念叨 至于顾家的四个女儿 他压根就不往他们身上想 哪有女孩子套麻袋打人的 邓志明则握了握拳头 有些失望又气愤的要死 他猜到是谁了 也只有那个人了 那个人也是小寡妇的座上宾 他不想让家里人知道 小寡妇的事情 就转移话题说 刚才那人是谁呀 听了他的问话 邓二柱和赵凤兰对视了一眼 然后赵凤兰说 是来跟你说没的 邓志明一听说没 脾气又上来了 昨天刚退了亲 今天就来说亲 赶场子呢 你都22了 该结婚了 赵凤兰把找出来的衣服递给他 你早点娶了媳妇 也能多个人帮衬家里 你天天在两所上班 地里的活都是我跟你爸干 家里多个人干活 我们俩也能松散些 说的谁呀 赵凤兰笑了 跟你是熟人 张双平 我不同意 邓志明对张双平恨还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娶她 要不是她在他妈跟前窜多 他妈能去顾家闹 顾一敏能跟她退亲 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张双平 你看你这孩子 张双平是没有顾一敏好看 但长得也不丑 而且还是小学老师 虽然一个月就15块钱工资 但有总比没有强 顾一敏除了长得好看 还有什么 他一个月能挣15块钱 娶媳妇不能光看脸 反正我就是不同意 邓志明穿上衣服往外走 他得去洗头 头油配上土 他觉得自己就是250 顾家四姐妹和韩正平回到家 顾建国和王岳菊还没回来 顾思晴知道韩正平爱干净 一到家赶忙咬了水 让他洗手 韩正平看他那小狗腿的样 勾着唇笑 小四怎么这么可爱呢 正平 你打架挺有经验啊 顾二汇现在真正理解了 考试次次年纪第一的别人家孩子 竟然会打架 而且一副老手的样子 韩正平蹲下身子洗手 没有回答顾二汇的话 顾二汇也聪明的没有再问 打架这种事虽然爽 但毕竟不是啥好事 大家心里明白就好了 韩正平洗完手就走了 临走的时候 还摸了摸顾思晴的头发 还是上次那种软乎乎的手感 顾思晴念在他帮着打人的份上 没有生气 姐妹四人心情很好 一起挤在厨房边说话边做饭 厨房里的笑声一直就没有断过 张春桃这几天一直关注着大房这边的情况 他站在大房的院子门口 听到姐妹四人的笑声 心里不舒服 他霍霍的邓志明和顾一敏退了亲 有一部分原因是帮张双平某个好婚事 邓志明在四姐妹眼里是坏红薯崽子 但在张春桃和张双平眼里 可是个香饱饱 而且抢来的东西更香 顾建国和王月局回来的时候 发现四个闺女脸上都带着笑 难道今天发生好事 王月局问他们 四的孩子都不说 不说就不说吧 反正自家孩子都是好孩子 不会干啥坏事 第二十章 水汁是个火葬场 花生熟了 明天去把花生收了 吃饭的时候 顾建国安排明天的事情 三敬和小四也去吧 说花生你们能帮上忙 姐妹俩连忙点头 就是顾三敬完心重 也知道这个时候要下地帮着干活 和他那块地远 明天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 带饭过去 王月局道 明天早上我们早起会 煮些鸡蛋在烙些饼带上 顾一敏和顾二慧都点头硬了 和他那块地很远 骑自行车要一个小时 中午回家吃饭的话 来回就得两个小时 很耽误事 顾思情觉得 早上做饭到中午肯定就凉了 他想了想说 我们家不是有个小炒菜锅吗 把那个锅带上 中午我们可以在地里做面条 饭桌上的其他人 听了这话都看向了他 看得顾思情以为自己说错了话 小四 你的小脑袋瓜子都是怎么长的 我发现你越来越聪明了 顾二慧说着 还好奇地摸了摸他的小脑袋瓜 好似要确认 他的头是不是肉长的 顾思情眯着眼笑 眼睛看着顾建国 等着他夸奖 顾建国见小闺女大眼睛 忽闪忽闪地看着自己 忍不住笑了 嗯 小四就是很聪明 顾思情等的就是这句话 不是我聪明 是我看书看报纸多 还听广播 知道的多了 当然就能想到好主意 顾建国初中毕业 又在部队受几年教育 知道有文化的好 所以他希望孩子都能有学问 一敏和二慧是没赶上好时候 他俩上学的时候 正赶上大运动 学校都不怎么上课了 学生天天出去搞运动 当时他怕两个孩子 跟着去运动有危险 就让他们回了家 现在想想有些后悔了 心里想着这些 他附和着小闺女说 在报纸和广播上 都学到什么了 可多了 顾思情连忙到 报纸和广播上经常说 现在改革开放了 不限制人民做生意了 顾思情又仔细看了看 老爸的表情 见他没有太在意 自己说的话 有些气馁 但还是说 爸 要不我们也做生意吧 顾建国以为 他是小孩子随口说的 喝了口玉米糊说 赚钱的事你不用管 你跟三静好好学习 以后争取考上大学 顾思情 他能说什么 谁让他只有八岁呢 但要不是他只有八岁 只有三毛钱的积蓄 他现在都要准备起飞了 算了算了 小孩没有话语权 慢慢来吧 吃过饭 顾一敏和顾二汇去洗碗 顾思情和顾三静 帮着爸妈 收拾明天收花生需要的东西 锄头 篮子 麻袋 还有小炒锅 都收拾好 因为明天还要早起 大家都早早睡了 王悦菊躺下后跟顾建国说 现在做生意真没事了 顾思情的话 王悦菊是有些触动的 谁都想多挣点钱 只不过没有门路而已 而且 他对现在的政策 有些不敢相信 他们村的王二麻子 前些年因为卖老鼠 要被抓起来了 到现在 还有人说他是劳改犯呢 政策应该没问题 但是做生意 哪有那么简单 我们都没做过生意 顾建国想过做生意吗 想过 但他做事更喜欢十拿九稳 但做生意 哪有十拿九稳的事 周围又没有做生意的人 可以让他借鉴下经验 所以 他想出去打工 而不是做生意 王悦菊有些不甘 要不我们做生意试试 做什么生意 顾建国问 王悦菊沉默了 他觉得 做生意能让家里多个镜像 但你要跟他做什么 他是真的不知道 毕竟家里八倍贫农 没有做生意的基因 睡吧 顾建国拍了拍他的背 挣钱的事 以后再说 夫妻俩闭上眼睛睡觉 但都没有睡着 脑子里都在想做生意的事情 顾思晴不知道 父母那边已经有了些异动 他正为手战出事不利而郁闷 其实仔细想 爸爸一下子不能接受 做生意也正常 就在三年前 私人做生意 还被定义为投机倒把 而且投机倒把的罪行很严重 导致现在很多人 还不敢做生意 何况 他们老顾家族上 连个卖货郎都没有出过 那是一点做生意的基因都没有啊 他想让老爸后天基因突变 那是容易的事情吗 其实 不仅王悦菊和顾建国 就是顾一敏和顾二慧 也都在想做生意的事情 有能够改变的机会 谁都不愿意贫穷 这一晚 一家子人 估计就顾三敬睡得香 第二天五点多钟 顾建国和王悦菊就起床了 顾一敏和顾二慧 听到外边有了响动 也摸黑轻手轻脚地起了床 姐妹俩洗漱后进了厨房 跟王悦菊一起做早饭 还有要带到地里的午饭 顾思晴起床的时候 已经快六点了 他把顾三敬从被窝里拽出来 姐妹俩穿好衣服出来的时候 饭已经做好了 洗漱后吃饭 六点多钟 一家人开始出发去河滩的地 王悦菊和顾一敏 顾二慧骑着自行车先走 顾建国拉着架子车 不行去地里 他们村只有村长一家有皮马 听说还是当年生产队的马 生产队解散的时候 他出钱把生产队的马买了 顾思晴和顾三敬坐在架子车上 顾三敬本就没睡醒 不一会儿又睡着了 顾思晴本来想再跟老爸 说些做生意的话 自己刺激他 又怕过油不急 就没说 他毕竟是八岁的身体 较多 不一会儿也睡着了 顾建国回头见闺女睡着了 停下车给两人身上盖了盖被子 又拉着车继续赶路 他个子高力气大 车子上拉着两个孩子 一点也不吃力 走到一半的时候 头冒了汗 擦汗的时候他想 都说面朝黄土 被朝天的日子苦 其实最苦的不是劳动的辛苦 而是想改变 而没有门路的内心胶着 快到地里的时候 顾思晴和顾三进行了 两人连忙从车上下来 给顾建国减轻负担 刚下来 就见邓双平和赵凤兰 一起骑自行车过来了 邓双平骑着自行车头上冒着汗 呼吸也有些急促 明显累得很 赵凤兰在自行车后坐坐着 看到他们 他笑着大声说 双平 你快点骑 早点到地里早点干活 炫耀滋味十足 张双平嗡了一声 给有些酸的腿加了把劲 顾思晴看着张双平有些紧绷的背 在心里嘖嘖 抢人的时候很爽 谁知是个火葬场 第21章 十集宅斗树 张双平现在爽吗 当然不 他甚至不想面对顾家人 他和张春桃 把顾一敏和邓志明的婚事搅和了 本以为自己会取而代之 没想到 他都让他妈主动到邓家去提亲了 邓家却没有给他准确的答复 他觉得邓志明对他是有些感情的 毕竟当初他们出了两个月的对象 邓志明之所以跟自己分手 不过是被顾一敏那个狐狸精迷惑了 男人都好色他是知道的 但时间长了 男人就知道什么样的女人适合结婚 他有工作 他爸还是村支书 这条件能甩顾一敏八条街去 现在邓志明刚退亲 还没有转过那道弯 以后他就明白他的好了 昨天没人回去后 说邓家今天要收花生 他就早早的起床去了邓家 因此还和他妈葛凤莲炒了一架 他妈觉得他这么上赶着邓家 以后就是嫁了过去 也会对邓家人看不起 他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上赶着不是买卖的道理 但是等他嫁到了邓家 只要抓住邓志明 其他的事情就都能解决了 他想在自己嫁给邓志明后 以完全胜利者的姿态服侍他们 特别是顾一敏 双平啊 我就说你是最适合我家志明的 赵凤莲觉得自己刚才的行为 打击到了邓家人 你们不是上赶着要退亲吗 那是你们没眼光 看看 有的是人想上赶着嫁到我们家 而且还有工作 能挣钱 张双平N了一声没说话 一副很好拿捏的样子 赵凤莲对他更加满意 但他不知道的是 张双平此刻正在心里想象着 以后怎么跟他演实际宅斗树呢 顾思晴不知道那对可能成为妥协的两个人 已经玩起了聊斋 他们已经到了地里 王月菊他们骑车来得早 已经收了一小片了 见他们三个过来了 活又开始重新分工 收花生 要一个人先用锄头把花生刨出来 另一个人把刨出来的花生拿起来 晃掉上面的土 再把这些花生收到一起 然后还有一个人在后面用小锄头刨土 捡落在土里的花生 顾思晴和顾三静的工作就是捡花生 姐妹俩没有先干活 而是包了一个花生放在嘴里 生花生清香中带着淡淡的甜 真好吃 两人吃了几颗 就开始蹲在地上刨土捡花生 后来腿酸了 顾思晴索性就坐在了地上 反正她也不做美丽的小仙女了 顾思晴干着活凑近顾一敏 跟她说了他们来的路上 碰到了张双平的事情 顾一敏听了后嘲讽地笑了下 那是别人家的事情 我们不管 顾思晴嘻嘻笑 恭喜大姐及时把坏红薯仔子扔出去了 顾一敏笑了一声 就你机灵 顾思晴又嘿嘿笑 中午的时候 他们把小菜锅支起来 简单地把烙饼热了热 但热乎乎的东西吃到肚子里 比肯又冷又硬的烙饼 不知道强多少倍 三婶子家的地就在旁边 他儿子见顾家人热乎乎的吃着菜 再看看自己手里干巴巴的馒头 就跑过来借锅 顾建国白手让他拿走了 不一会儿 他们就听到了三婶子的大嗓门 又懒又馋 跟山里的熊瞎子一样一样的 不 你还不如人家熊瞎子呢 熊瞎子放车上称吧称吧 还能卖不老少钱 你呢 一分钱都卖不出去 哭 顾思晴没忍住把嘴里的水喷了出去 这三婶子真是个人才啊 就这嘴都能去德云社说相声了 他擦着嘴 扭头看去 就见三婶子的儿子 翘着二郎腿在地上躺着 三婶子弯着腰支锅 东盛这孩子真懒 王月菊忍不住劳道 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了 早该成家里的壮劳力了 顾建国看看 抖着二郎腿的张东盛 再看看自家四个闺女 心里美滋滋 还是闺女好啊 他们也不知道 这块花生地有两母 一家子到天黑才收完 回到村里都晚上八点多了 走到家门口 就见顾建成晃荡着刚回来 一看就知道又打麻将去了 顾建国看不下去 就皱着没说他 老二 你和摊地里的花生该收了 再不收就收不起来了 顾建成不在意的摁了一声 明天就去 然后就晃晃荡荡的回了家 不一会儿那边就传来吵架的声音 顾建成 我给你们老顾家生儿子传香火 结果到头来 还要起早摊黑的干活 那我生儿子干嘛 张春桃真是三句不离生儿子 顾思晴看了看自家老妈 见他面色平静 没有生气的样子 松了口气 王月菊自然没生气 他生气了 反而让那些 想看他笑话的人如了意 那边吵架 一点没有影响到这边 简单吃过饭 一家人洗漱后就上床睡了 今天大家都累了 王月菊还等他们姐妹四个说 明天早上不用早起 都睡到自然醒 张春桃跟顾建成吵着架 眼睛一直往大房这边的院子瞄 他的话就是说给王月菊听的 他心情不好 也不想让大房好 但让他失望的是 大房的灯早早的就灭了 他更生气 跟顾建成吵得更凶 最后顾建成实在忍不住了 抬手朝他脸上打一耳光 你他妈天天找事 老子欠你的 张春桃又哭了起来 你个杀千刀的 天天不干活 就知道打麻将 我给你们老顾家生儿子传香火 你还打我不过了 我不跟你过了 哎过不过 顾建成摔门出去了 张春桃坐在床上哭 哭声传到顾学强和顾学斌的屋 顾学强早就习惯了 躺在床上蒙着被子 当作没听到 顾学斌则眼中含着泪 他其实挺羡慕三镜和小四的 虽然奶不给他们好吃的 但是大伯和大伯母不吵架 他们家天天都很开心的样子 不像他们家 放学一回到家 他先做的是看他妈的脸色 要是他妈脸色不好 他呼吸都是轻的 第二十二章 真特么的爽 第二天顾思琴是被重重的拍门声 和奶奶无大妮的大嗓门吵醒的 建国建国 都什么时候了 一家子人还不起床 快起来 你弟弟都要被人打死了 然后就是老爸的声音 怎么了 昨天收了一天的花生 今天我们都谢谢 建成又被张家人打了 你快去看看吧 顾思琴听着脚步声越来越远 在床上打了个滚 差点没把顾三镜挤到床底下 但即使如此 他依旧睡得呼呼响 二婶又和二叔闹起来了吧 顾一鸣起身穿衣服 嘴里还说 也不知道天天闹腾的什么劲 见不得别人好呗 顾思琴嘟囔道 二婶就是觉得 同样都是嫁到顾家的媳妇 起点一样 但他生了儿子 他妈却生了四个丫头 他妈就应该比他过得差 就应该被他爸天天骂 甚至天天打 但事情却偏偏相反 老爸对老妈很好 两个人做事有伤有量的 几乎没红过脸 而他自己却过得鸡飞狗跳 二叔甚至多次出手打他 这种反差 让张春桃极度的心理不平衡 时间长了 只要他们家有一点好 他就觉得不舒坦 前世他一直疑惑 他们家跟二婶无冤无仇 他怎么对他们家那么大的仇恨 还是有一次 董建安跟他分析爱 比较的人的心理活动 他才明白 二婶是在极度的不平衡中 极度着他们家 极度啊 这种心理其实人人都有 只不过有些人能够很好的控制 而有些人控制不了 或者不想控制 最终使人性越来越扭曲 大姐二姐都起了床 顾思晴伸了个懒腰 也穿衣服 昨天就想吃煮花生 今天一定得吃上 穿好衣服下床 顾三静还在睡 顾思晴没有叫他 三静才是真正的小孩 小孩思想纯粹 睡觉也香 出了屋 扭头去看二叔家的院子 就见院子里空荡荡的 只有顾学斌 蹲在地上玩泥巴 生在这样的原生家庭 顾学斌其实也挺可怜的 但他一点也不可怜他 他很少恨人 但前世的顾学斌 成为了他唯一恨的人 现在顾学斌还是小孩 他不跟他计较 但若是他还像前世那样 以那种可笑的理由闹他们家 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 姐虽然没有重生金手指 但前世都能收拾得了你 今生一样能 顾建国坐在顾建成家堂屋的厅堂里 听着张家仁对顾建成的指责谩骂 什么好吃懒做 好赌成性 没有责任心 打媳妇等等 顾建成被说成一无是处的人 等张家仁都说的差不多了 他道 既然这样 日子过不下去就别过了 都是三十好几的人了 不是小孩子 动不动就闹就打 这样的日子 谁过着都难受 张家仁没想到顾建国会说出不过的话 顾建成和吴大妮也一样 张家仁来的目的是给张春桃出气 给他撑腰 但从没想过让他和顾建成离婚 顾建成让吴大妮把顾建国叫过来 是让他在前面给挡着 免得张家仁再跟他动手 他也没想过离婚 就是有时候想过去睡邻村的小寡妇 也没想过跟张春桃离婚 毕竟这个家还要人操耻 不过 既然顾建国已经把话说出来了 他就得强硬些 利用这一次机会 把张春桃的气焰给打下去 就在这时 张春桃疼的站起来说 顾建国你什么意思 都说劝和不劝分 你做大伯哥的 不说让我们把日子过好 竟然让我们离婚 你安得什么心 我看你就是觉得 你家一敏被邓家退亲了 邓志明要跟我们双平定亲了 极度 顾建国听他说起顾一敏的亲事 起身冷冷的看着他说 你去邓家问问 我是不是把当初他们给的彩礼退回去了 是我们家一敏跟邓志明退亲 记住我今天说的话 以后要是让我听你再说错话 威胁的话他没说 但眼神刀子一样的盯着张春桃 吓得他大气都不敢喘了 他从未觉得这个大伯哥这么可怕过 日子能过就过 不能过就不过 顾建国看着顾建成说 儿子你都有俩了 你怕啥 说完他走了 顾建成忽然名台清明了起来 对呀 我有两个儿子 有人给自己养老送终 我怕啥 就是离了婚 没有张春桃这个女人天天找事 我的日子会更好 哥呀 这可真是亲哥 张佳仁见顾建成 听了顾建国的话 眉毛都要飞起来了 这是真的想离婚 不行 他们的目的不是来离婚的 是来撑腰的 但这腰怎么更软了呢 张佳仁互相对视 眼神一阵霹里啪啦的交流 然后葛峰连道 一家人过日子 哪有不磕磕碰碰的 说清楚了就好了 顾建成见张佳仁软了 心里乐开了花 但脸上却是有些气氛 你们是他娘家人 给评评理 咱们是农民 秋收的时候哪有不下地干活的 我昨天跟他说 今天早点起床去收花生 他竟然不同意 双评你还没跟邓家定亲呢 都能去给他家干活收花生 这些话顾建成呼了一口气 爽 真特么的爽 做个真正的男人 原来这么爽 他在这爽歪歪 张佳仁的脸色就不好看了 特别是张双评 一张脸黑红黑红的 要是在他额头上贴上月牙 估计都能去断案了 他辜负 双评和致明的是 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不过是现在秋收盲 没有走里罢了 葛峰连连忙给自家闺女找不 但内里什么样 他们自己最清楚 顾建成见好就收 我也想跟他好好过日子 只要他以后勤快些 该他干的事他干了 我也不想离婚 张佳仁也没心思 给张春桃撑腰了 说了他几句 就匆匆回家了 回去赶快让邓家提亲 把张双评和邓志明的婚事定下来 但他们要是知道莫非定律的话 就不会这么盲目乐观了 第23章 顾建国同志 你甘心吗 顾建国回到家 早饭已经做好了 炒的白菜 煮的玉米糊糊 吃过饭 煮上花生 顾思情就一溜烟的跑到了村委会 村长和会计都在 见到顾思情村长就笑着道 小四又要看报纸啊 顾思情这些天 每天都要来看报纸 为的是有借口 跟家里人说国家行事 不过今天 他想把报纸借到家 给顾建国同志来个狠的 赵伯伯 您今天看着跟往常不一样啊 顾思情进屋见到村长 就堆着一脸笑 赵铁林挺喜欢顾家这个小四 长得喜庆又机灵 他哈哈笑着说 小四啊 我哪里一样啊 您今天比往常年轻又精神 顾思情顺嘴胡周 为了给顾建国同志洗脑 他也是豁出去了 卖萌什么的 在姐这里不可耻 没有谁不喜欢听好听话 赵铁林笑得更欢了 你这丫头就会哄人 赵铁林收了笑 但眼睛还是眯着的 说吧 想干啥 顾思情嘻嘻笑着说 我想把报纸拿回家 给我爸念念 让顾建国同志 多学习学习政策 这话又逗得赵铁林 和会计直乐 赵铁林把最新的报纸拿给他 拿去让你爸学习学习 好嘞 顾思情笑着接过来 谢谢赵伯伯 他拿着报纸走了 赵铁林看着他的背影叹口气 顾建国要是能有个儿子 就圆满了 会计打开账策 嘴里说 闺女再好以后 也是别人家的 人总要有儿子养老送终 前些年有人让他过季 他还不愿意 有他后悔的时候 赵铁林没说话 但脸上赞同的表情 说明了一切 顾思情拿着报纸回到家 顾建国他们正在围着花生堆摘花生 见到他手里拿着报纸 顾儿会笑着道 小四 你混得挺开啊 报纸都让你拿到家了 小意思 小意思 顾思情笑着凑到顾建国身边 爸 我给你念报纸吧 在顾建国眼里 念报纸就是学习 他笑呵呵的说 我们小四就是大学生的料 念吧 顾思情咳了一声 站在顾建国面前 自证腔圆的读道 改革开放的成就 自改革开放以来 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 人民的日子越过越好 念到这里 他看了眼顾建国 见他听得认真 又道 改革开放初始 不可能所有人一起参与进来 我们就是要发动那些勇敢 积极进去 有思想的同志参与进来 然后带动全国人民一起奋斗 念到这里 他不念了 而是很认真的看着顾建国 顾建国被他看得有些猛 没了 不是 顾思情认真且语重心长的说 顾建国同志 你是被人民军队教育过的人 你应该鼓起勇气 做改革开放的带头人 顾建国 王月局 顾一鸣和顾二汇 好想笑怎么办 顾三静 小四胆子真大 竟然敢叫老爸顾建国同志 年轻人就应该有年轻人的冲劲 顾建国同志 你才38岁 正是大好年华 不趁着年轻拼搏一把 你甘心吗 甘心吗 小兔崽子 教训起我来了 顾建国疼得站起来 顾思情眼疾手快把腿就跑 边跑还边说 顾建国同志 你是人民战士 不能独裁 要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 要民主 顾建国看他猴子一样在院子里窜 忍不住乐了 回来吧 我不打你 真不打 顾思情小心地问 顾建国坐下来 真不打 过来念报纸 把整张报纸都念完 顾思情 这是在打击报复 但不念不行 顾建国同志 作为一家支掌的威严 不容侵犯 他拿把凳子走过去坐下 正正经经地念起了报纸 半个小时后 他觉得自己的嘴皮都要磨薄了 才听到顾建国同志说 今天就到这儿吧 顾思情连忙从顾一鸣手里 结果装着水的碗 咕咚咕咚咚喝了起来 王岳菊见了心疼 拿眼睛瞪顾建国 顾建国看了小闺女一眼 见她小脸红扑扑的 一点担心也没有了 顾思情成了一碗煮好的花生 坐在顾建国身边吃 还讨好的往顾建国嘴里塞 顾建国嚼着花生问顾思情 小四 爸真不老 那当然 顾思情立马说 假如您的寿命是100岁 您现在才38 一半都不到 爸 你还是个小青年呢 这话让大家都笑了起来 顾思情怂怂肩 在后世 30多才结婚的人比比皆是 可不就是小年轻 没大没小 顾建国轻斥了他一声 但语气里满是笑意 快把报纸送回去吧 顾思情不知道 他今天的操作管不管用 拿着报纸去了村委会 回来的路上他想 这次不行 下次就继续温水煮青蛙 总有一天会见效 他不知道的是 晚上顾建国同志 就让媳妇验证他还年不年轻 往后抱着媳妇问 我还年轻吧 王岳菊喘着气打了他一下 顾建国哈哈笑 然后又有些怅然的说 老婆孩子热炕头 我这些年过得 确实太安逸了 部队讲的是拼搏和奋斗 讲的是热血 在部队的时候 他身上总是激情满满 但退一回来后 他的热血慢慢退去了 大家不都这样过的 王岳菊道 最起码他们周围的人 都是这么过的 顾建国翻了个身 总想让你们过上 更好的日子 或许小四说的对 什么顾建国笑了一下 趁着年轻 再拼一把 王岳菊对自家男人 是完全信任依赖的 抱着他的腰 他道 我都听你的 顾建国一颗心满满的 有这么好的媳妇和孩子 他必须拼一把 但做什么 还得好好想想 顾家的小院 在深夜里陷入了宁静 另一个村子的张家 却阴霾照顶 张双平坐在床檐掉眼泪 葛峰连夫妻哀声叹气 每个人都想让自己越来越好 只不过努力的方向不同 最终的结果也会大相径庭 第24章 无论用什么手段 去给邓家干活前 张双平想过 会有人在背后说三到四 他做好了心理建设 但设想是设想 现实是现实 现实是 他接受不了别人的闲言碎语 特别是顾建国的嘲讽 他更接受不了 顾一敏和邓志明退亲的影子 是赵凤莲让顾一敏去他家干活 顾一敏不愿意 而他还没定亲 就去了邓家干活 这差距想一想 就让人心酸 想起昨天 他到邓家地里 给他们说花生的场景 张双平耿得心口声疼 说花生最累的活 是用锄头刨花生 刚开始的时候 邓志明父母 没有让他做这种活 替他会儿 他能拒绝吗 他本来就是自己上赶着来干活的 拒绝了会不会跟顾一敏一样的结果 有那么一瞬间 他甚至都怀疑 自己这样不顾脸面 死皮赖脸的贴到邓家 到底值不值得 不过 有了这个念头后 他马上又按了下去 邓志明值得他这么做 虽说他爸是村支书 但村支书也是农民 一样要面朝黄土 被朝天的种地 要是有哪一年招灾 或者种地的时候没有太上心 导致收成不好 估计吃饱饭都是问题 但邓志明不一样 他是商品粮 汉老保收 他还有一个大伯 在县公安局上班 他要是嫁到了邓家 说不定也能从明办教师 变成公办教师 到时候他就也是商品粮了 也汉老保收了 到时候他和邓志明双工资 得多少人羡慕他呀 所以他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嫁给邓志明 无论用什么手段 葛凤莲看着他哭 心都碎了 咬了咬牙说 现在有两个办法 张双平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什么办法 他们家虽然他爸是村支书 但有了事情 在后面出谋划策的是他妈 葛凤莲凑近他耳语了几句 张双平听后 惊得睁大了眼睛 然后他咬了咬牙说 我选第一种 他就是想看顾一敏 那个狐狸精被毁了的样子 其实他跟顾一敏 没有深仇大恨 刚开始跟邓志明分手的时候 他伤心难过了一段时间 慢慢的就把邓志明忘了 但前些天在顾家又见到邓志明 看到他为了顾一敏 宁愿把自己搞得那么脏 他的心又不干了起来 顾思琴一家人 充足地方晒 要晒好些天才能晒干 王悦菊对今年的收成特别上心 他跟顾建国计划着 卖了粮食带房子呢 顾思琴还有三天就要开学 他在思考 大姐已经跟邓志明退亲了 还要不要捉邓志明的奸 如果这事儿就牵扯邓志明一个人 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继续干 但捉奸还牵扯到另一个人 小寡妇 这个年代女人不检点的后果 并不比古代的陈唐青多少 八十年代有个罪名叫流氓罪 这个罪名可不献男女 要是被捉奸 邓志明有个在县派出所上班的大伯 他的结果可能是名誉扫地 再严重一些 就是工作没了 但小寡妇就不好说了 说不定被判刑坐牢 想了想 顾思琴消除了跟踪邓志明捉奸的想法 为了救大姐 她能心安理得地去捉奸 毕竟小寡妇也不是傻好人 但大姐已经跟邓志明退亲了 不会再入邓家那个火坑了 要是还去捉奸 导致小寡妇坐牢 或者发生更严重的事情的话 就不好了 毕竟她跟小寡妇没仇没怨的 算了吧 就是便宜了邓志明那个坏红手崽子 我去地里摘些菜回来 顾一敏的声音传来 顾思琴起身说 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他们家的菜地不是很远 但是那块地有些偏 特别是中午的时候人少 顾一敏白手 不用了 又不远 说了就跨着篮子走了 他们家的菜地种了白菜和茄子 还有豆角 顾一敏跨着篮子往菜地走 路上有不少人凑近她问 是不是真的跟邓志明退亲了 她都笑了笑没说话 她知道这些人中 多数是好奇问一问 但还有不少人想看她的笑话 看就看吧 也只有那种闲着没事干 自己过得不好的人 才会看人笑话 希望别人没有自己过得好 满足一下自己的优越感 而且越是有人看笑话 她越要每天过得高高兴兴的 气死那些想看笑话的 到了菜地 她弯腰摘了三个茄子 又摘了一些豆角 今天中午可以做个蒸面条 凉拌的茄子 正想着 忽然被人从背后扑倒 然后听到一声吟笑 顾一鸣有一瞬的不知所措 但也就是一瞬 然后开始使劲挣扎 可她即使经常干农活 也不是一个男人的对手 在她的挣扎下 男人拖着她 往旁边的小树林走 顾一鸣想大喊救命 但嘴被捂着 而且这个点是做饭的点 地里没人 小树林就在鸡米园 不一会儿 她就被拖到了小树林 男人一手捂着她的嘴 一手搬过她的身子 让两人面对面 看到她的脸 顾一鸣眼睁大 没想到是她 赵二海 她曾经到家里 向她提过亲 但她好吃懒做 老爸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从那后 他们见过几次面 但都是陌生人一样 没想到 她竟然有这么歹毒的心思 一鸣 我是真的喜欢你 赵二海声音很低 带来诱哄 只要你跟了我 我以后肯定好好干活 让你过好日子 她身形高大 裹子脸 样貌并不丑 说这话的时候 竟有些认真 顾一鸣现在冷静了一些 她看着赵二海 眼神带来哀求说 你先松开我 她的嘴被捂着 声音呜呜囊囊的 但赵二海还是听明白了 她道 好 我松开你 但你不能跑 你应该知道 这里没人 你跑不掉 顾一鸣点头 赵二海犹豫了一下 还是松开了顾一鸣 她是真的喜欢她 要是她能心甘情愿的 给自己当媳妇 总比被强迫的好 顾一鸣被她松开 向后退了一步 靠在树上 粗粗的喘了几口气说 你要是真的喜欢我 就去我家提亲 赵二海笑了 一鸣 你当我是傻子吗 我要是放了你 你爸会放过我 你还是乖乖的跟我好 然后我娶你 我保证 以后一定对你好 顾一鸣低头 像是在思考 赵二海左右看了看 她有些急切 就怕这个时候来人 坏了好事 脑子里正在想 不行的话 那就继续涌强的 就见顾一鸣忽然抬起头 那一瞬间 她看到了她眼中的横利 然后就见她抬脚 踢向自己的下身 第25章 顾家的女人这么凶悍 顾一鸣知道自己 不是赵二海的对手 她只能先卸下她的防备 然后趁其不备逃跑 她想的是 在她的命根子上踹一脚 趁她疼痛 拔腿就跑 但想得很好 现实是她抬脚的功夫 赵二海就发现了她的企图 侧身躲过 然后就把她扑在地上 手又死死地捂住她的嘴 顾一鸣救命的喊声 只发出了一半 一鸣 我不是没有给你机会 这是你逼我的 赵二海眼睛心红 手开始急切地 扯顾一鸣的衣服 这一刻 顾一鸣有些绝望了 她没想到自己的一生 会毁在这么一个人手里 眼泪从眼角流了出来 就在这时 她眼角的余光 看到一个高大的 身着绿军装的男人 快步走了过来 她的心激动地快速跳了起来 眼中也带了光 几夕的功夫 男人迈着大长腿 快步走了过来 就见她一手拎起 趴在自己身上的赵二海 然后一脚把她踹在地上 赵二海被甩出两米多远 顾不得身上疼 把腿就跑 顾一鸣坐起身 抖着手拢被扯开的衣服 男人连忙背过身去 顾一鸣收拾好自己 看着那个高大的背影小声说 谢谢你 你家是哪的 我送你回去 男人还是没转身 顾一鸣的心 莫名的踏实了很多 她低声道 我家就是前面上水村的 男人N了一声道 走吧 她站着没动 顾一鸣越过她往前走 到了自家菜地里 捡起丢在地上的篮子 深呼了一口气 抬头往前走 她不能让人看出她的异样 要是今天的事传出去 不定会传成什么样子呢 她跨着篮子在前面走 男人在她三米多远的后面跟着 好似两人没有任何关系一样 顾一鸣想问她叫什么 是哪儿的人 今天她救了她 肯定是要重重感谢她的 但男人似乎没有跟她说话的意思 她一时不知道怎么问 走了一会儿 她停下脚步回头要问 前边来了村里人跟她打招呼 一鸣摘菜了 嗯摘菜了 接下来又遇到了不少人 然后就进了村 男人还是在后面远远地跟着 快到家门的时候 她回头看 已经没有了男人的身影 顾一鸣有些失落 但她也知道 男人可能是为了她的名声着想 跨着篮子进了家门 见到顾建国和王岳菊那一刻 顾一鸣眼泪就开始流 一路走来 她故作没事 但这一刻 所有的伪装在父母面前全部崩塌 恐惧和委屈 一下子席卷了全身 顾建国夫妻 还有顾思晴三姐妹 见她一声不吭地哭 都吓了一跳 连忙拉着她进屋 问怎么回事 在自己家人面前 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她抽噎着 把事情讲了一遍 顾建国听了 拳头握得咯吱咯吱响 王岳菊和顾思晴 他们三姐妹眼中都带了泪 顾思晴想起 前世大姐跟邓志明结婚后 邓志明做出种种混账事 他们迫于无奈只能忍着 那种憋屈 好似现在又充斥着她的全身 擦了下泪 顾思晴看着顾建国问 爸 你说怎么办 等晚上的 顾建国当然不能忍 甚至这一刻 他觉得是自己无能窝囊 才会让人一次次地欺负他的孩子 要是他够强 谁敢欺负他们姐妹四个 但气愤归气愤 要报仇也要到晚上 这事绝对不能传出去 顾思晴没有再问 坐在顾一敏身边陪着他 顾建国压下心动的怒火 又问顾一敏 你就没问就你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这人是他们家的大恩人 必须得重重地感谢 顾一敏摇了摇头 他一直远远地在我后面跟着 我没机会问他 顾建国嗨了一声 看来遇到做好事不愿留名的了 接下来一个下午 顾家都笼罩在沉闷之中 吃过晚饭 又等了一会儿到九点多 村里家家户户几乎都睡下了 顾建国拎着一把菜刀要出门 顾思晴见状连忙跟上 爸我也要去 给我大姐报仇 顾建国回头看 就见他家媳妇和四个孩子 都一副不让跟着 就不让他走的架势 想了想 他说一起吧 一家六口人出了院子 顾建国拿着菜刀在前面走 王月举领的四个闺女在后面跟着 都一副要跟人拼命的样子 他们这种样子 要是白天被人看到的话 肯定会退避三社 赵二海家不远 走路十分钟就到了 进了院子 顾建国抬手大力敲门 他用的力气很大 门板被他敲得光光响 好似随时就能倒掉一样 谁啊 里面传出赵二海的声音 顾建国没有说话 继续大力的拍门 赵二海想到是顾建国 吓得不敢出去 他之前想好的 今天的事要是成了 顾建国可能会打他一顿 但顾一鸣也必须嫁给他 被人脱了身子的女人 再好看还有谁要 但事没成 他不知道顾建国会把他怎么样 正在犹豫着该怎么办 门忽然被大力踹开 然后顾建国拎着一把菜刀 是神一样的进来了 后面还跟着顾家的几个女人 也一个个要吃了他的样子 赵二海站起身 刚想说句软话 但还没开口 就被顾建国一个窝心脚 踹在了地上 然后只觉耳朵一凉 顾建国的菜刀 啪的一声插在了他的头边 他甚至还能听到 刀刃的嗡嗡响声 这一刻他是真的怕了 顾建国似乎是真的想杀了他 我顾书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顾建国一只脚踩在他的胸口 声音冰茬子一样 觉得我顾建国窝囊 觉得我们家好欺负 不不不 顾书 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 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赵二海苦苦哀求着 眼角的余光 就见顾家的小四 从门口拎起他防贼用的棍子 朝他走来 然后抬手就朝他腿上打了下去 虽然只是个八岁的小女孩 但他的力气可不小 一棍子下去 他觉得自己的腿都要断了 他这么一起头 顾家的几个女人 孩子各自找了东西 往他身上招呼 一个个真是下了死手 他甚至都听到了 自己肋骨断裂的声音 他不知道顾家的女人这么凶悍 要是早知道的话 绝对不敢碰顾一敏一根手指头 别打了 别打了 我是被人指使的 第26章 胆人打得真爽 顾思情抡着棍子 顾一敏拿了铁仙 顾二汇拿的是鸡毛胆子 顾三静抡的是板砖 二王月局则是拿了一个铁棍 赵二海这个时候才知道 自己屋里这么多凶器 五个人发了狠的 朝赵二海身上打 他们真的是恨极了 要是今天顾一敏不是被人救了 那他这一辈子就完了 要是杀人不偿命的话 他们都想打死这个人渣 赵二海见他们是真的下了死手 连忙求饶 嘴里还说是被人唆使的 顾建国让他们停了手 低头问赵二海 谁指使的你 葛凤莲 葛凤莲和他闺女张双平来找的我 赵二海现在是恨极了 葛凤莲和张双平 要不是他们跟他说那些话 他怎么改色胆包天的 做下那种事 顾建国他们听 又是那对母女在对后捣鬼 气得眼睛都红了 真是欺负人上瘾了 顾建国弯腰拿起菜刀 用刀面拍了拍赵二海的脸 老子当过兵上过战场 手上的人命不是一两条 想让你死得神不知鬼不觉 有的是办法 他这话说得很认真 赵二海一下子就尿了 我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顾建国撤回踩在他胸口的脚 转身大步走了 王岳菊又带着四个闺女在后面跟 到了家 顾建国让王岳菊 到旁边的三婶子家借自行车 接下来要去找葛凤莲和张双平 今天晚上 他们要是不把这口恶气出了 那他们一家人都睡不着 顾思晴和王岳菊 一起去了三婶子家 三婶子已经睡了 他儿子不知在屋里捣鼓什么 还亮着灯 借了自行车回来 一家六口两辆自行车 几分钟就到了张家 张家还亮着灯 他们把自行车停好 里面的人听到想动 开门出来看怎么回事 开门的是张双平 他爸张树根 顾建国见到他 二话不说 抬腿就是一个窝心脚 王岳菊带着四个闺女冲到屋里 张双平和葛凤莲正坐在床上 五个人过去 按住他们就啪啪啪的往脸上扇 这一切真是太快了 张双平和葛凤莲都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脸上已经挨了十几巴掌 都肿了起来 葛凤莲 张双平 不用我说原因 你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打你们吧 王岳菊气的声音都是抖的 从没有见过你们这种恶毒的人 你们这种人就是死了 也得下十八层地狱 葛凤莲和张双平 见顾一敏完好无损 还有力气来打他们 就知道张二海没有成事 而且还把他们给供了出去 但即使这样 两人对视了一眼 然后死咬着说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凭什么打人 我要报警 明天就去派出所报警 张双平觉得顾一敏 即使没有被张二海糟蹋 也不想把这事传出去 所以他们肯定不敢报警 没想到 他的话刚说完 就见顾家的小四向前走一步 小小的个子 却有着说不出的气势 好啊 你们去报警啊 赵二海已经承认 你们缩使了他 你们知道 缩使他人行凶的后果吗 顾思琴冷笑了一声 不知道是吧 让我告诉你们 赵二海犯的是流氓罪 我们有人证 流氓罪严重的会被判死刑 你们应该听说过 而缩使他耍流氓的人 比他的罪更大 不信的话 你不是要跟邓志明定期了吗 你让他问问他大伯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他虽是个小孩子 但此刻他言辞凿凿 让葛凤莲和张双平不得不信 就在去年 他们镇上有个人 糟蹋了一个女孩子 是真的被判死刑了 母女俩咬着牙不说话 这时顾建国 拎着张树根进来了 把他扔死狗一样的扔在地上 顾建国气狠了 下手很重 张树根估计 至少要在床上躺两个月 今天的事我记下了 顾建国看了一眼张家三人 道 以后别再往我们家人跟前凑 也别想着 在背后使你们那些阴毒的手段 要是再有下次 我就是豁出这条命 也得让你们死 此刻的顾建国 拿出了当年在战场上杀敌的气势 张家三人吓得抖成一团 他们怎么不知道顾建国是个杀神呢 之前因为张春桃的事情 他们没少跟张建成和吴大尼有口角 但每次顾建国 都是给他们收拾烂摊子 几乎没跟他们正面堆上过 要是早知道 他们这一家子都是狼 说什么也不敢跟他们一家子作对 他们很惜命的 顾家人气也撒得差不多了 该威胁的也威胁了 转身就要走 顾思情走到门口忽然问顾一敏 大姐 你应该不介意邓志明和张双平定亲吧 可不能因为今天的一顿打 把张双平吓回去 不敢跟邓志明结婚了 他还等着看他们狗咬狗 过得鸡飞狗跳呢 顾一敏明白了他的意思 冷哼一声说 我当然不介意 只是他有那个本事嫁给邓志明吗 后面一句话他说得轻蔑至极 张双平死死地握着拳 长长的指甲陷在肉里 生疼 但他的脸更疼 顾家人来也匆匆去 也匆匆地走了 张家三人两个摊在床上 一个摊在地上 都不知道说什么 能说什么 狠话吗 他们是真的不敢跟顾建国对上了 太吓人了 顾家人骑车到家 顾建国什么也没说 白手让姐妹四个洗漱休息 顾思情爬上床 就钻进了顾一敏的被窝 裹了裹被子他说 我发现 有气就要马上发泄出去 今晚上打人打得真爽 他知道大姐心情肯定不好 但他觉得 劝他还不如让他想想高兴的事 谁知他的话音刚落 就被顾一敏弹了下额头 就你机灵 顾思情黑黑笑 大姐 就你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啊 顾一敏心快速跳了两下 没看太清楚 顾思情叹了口气 这才是真正的好人 顾二慧笑着拍了下他的头 睡吧 小孩子家家的瞎操什么心 顾思情只是觉得 或许这就是大姐真正的缘分 但又一想 要是那人结了婚 或者有对象了呢 还是打住这个想法吧 第27章 换另一个法子 顾建国洗漱后没有睡觉 而是坐在床尾的小凳子上 闷头抽烟 他身材高大 弯着腰手臂支在膝盖上 皱眉吸着烟 显得整个人憋屈又颓废 打了赵二海和张家仁 他的心情并没有多好 他在自责 自责当初给大女儿定亲的时候仓促 自责自己这么年的安逸 没有斗志 当初退役 如果他走走关系 钻营钻营 应该会在某个场子上班 甚至都有可能进派出所 如果是那样的话 赵二海敢对大闺女 做出那样的事情 就是当初选村之书的时候 他要是积极参加 当个村之书 也没人敢对他的孩子下手 他是党员 又当过兵上过战场 就这条件 村里有谁能跟他比 当个村之书还是简单的 或许是部队和战场 都让他太疲惫 退役后想好好歇一歇 却歇出了这样一结果 他对不起媳妇和孩子 王月菊看着他 连着抽了三四根烟 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把他手中抽了一半的烟 抽走掐灭 这种事 谁都不想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 但我们倒霉碰上了 有什么办法 你这样粘头打脑的 有什么用 顾建国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就要上床 却被王月菊推了一把 漱口去 顾建国没办法 迈不出去漱口 回来后躺在床上 就听媳妇说 别想那么多 顾建国看着漆黑的夜 沉默了好一会儿说 是我做的不好 作为一个男人 就该尽自己最大努力 让媳妇孩子过好日子 我却没有 王月菊侧身 把他的头抱在自己胸口 犹如安慰孩子般 轻轻拍了拍他的背 你做得很好 我跟四个孩子 都觉得你很好 王月菊这话 是发自内心说的 农村人重男轻女 他生了四个闺女 没生一个儿子出来 这个男人 没有说过他一句 对四个孩子也很好 嫁给他 是他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过段时间 我出去转转 看看有没有赚钱的营胜 顾建国不是个 一直气馁的人 就像他家小四说的 他才三十八 还有好多年可以奋斗呢 王月菊见他 不在小陈笑了笑 好 我都听你的 顾建国一颗心 四个贴心的小棉袄 他比谁都幸福 张家庄起得早的人发现 村长张树根的儿子张铁峰 拉着一个架子车 往村外走 架子车上铺着厚厚的被子 上面躺着浑身是伤的张树根 让人奇怪的还有 跟在架子车边上的葛凤莲 和张双平脸都肿着 一看就是被人扇了耳光 而且扇了很多耳光 张家人这是怎么了 被谁打了 因为什么呀 有人按照不住心中的好奇 上前套话 自然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看着张家人远去 众人聚到一起窃窃私语 嘖嘖嘖 这是得罪了谁呀 被打得这么狠 不是他们得罪不起的人 就是不能说的人 亏心事干多了 总有一天会遭报应的 说这话的人跟张家有些局语 原因大家也都知道 听他这么说 就有人跟着附和 这人叫张广田 是张家庄二队的村民 张树根他们家也是二队的 前两年分地的时候 本来张广田抽中了一块很好地 结果张树根利用职权 把自己抽中的不好的地 跟他换了 这事出来后 两家大吵了一架 结果可想而知 张树根是村之书 张广田自然争不过他 不过因为这事 张树根在村里的微信 大大降低了 你们听说没 张双平把上水村 顾建国大闺女的对象 抢了 这事谁不知道 没见他还没定亲 就去邓家干活吗 嘖嘖嘖 这一家子都喜欢抢人东西啊 张双平不知道 他们走后村里人的议论 一家人走了一个来小时 到了镇卫生院 先把张树根抬下来 让医生检查 结果是断了三根肋骨 这种情况 必须得住院治疗了 张铁峰拿着钱 去交住院费 他媳妇跟在他身边 小声说 这到底是得罪谁了 被打这么狠 张铁峰闷着头 排队没说话 说什么 他觉得顾家人 打得算轻的了 这种丢人的事 自己老婆 他也不想让知道 办好住院手续 一行人把张树根 扶到病房 结果巧的是 赵二海也住在这个病房里 赵二海昨天 被顾家一家人围殴 顾家人的强悍 他算是看到了 特别是顾建国 想起他那要杀人的样子 他的心就忍不住颤 他不敢恨顾家人 也恨不起来 他确实喜欢顾一敏的紧 但他恨张双平和葛凤莲 如果不是他们 在他跟前说那些话 他也不会想着 对顾一敏用墙 结果事儿没成 他还被打进了医院 他本就是一个浑人 见到张家人 他能忍得住才怪 忍着浑身疼痛 他扑过去 扇了张双平一耳光 又踹了葛凤莲一脚 要不是被人拉开 他肯定会把这两个女人 按在地上往死了走 告诉你们 老子看病的钱 你们得全部包了 不然我就把事儿 全部抖露出去 反正我光棍一个人 什么都不怕 张二海被人按在床上 还对着张家人叫嚣 张家人也只能按他说的办 就像他说的 他一个光棍什么都不怕 但他们还要活下去呢 这事儿要是闹出去 兔莫星子 都能把他们一家人给淹死 医院的人见 他们两家矛盾这么激烈 就建议他们分开病房住 张二海却说 老子就是要跟他们住一个病房 老子住院要人伺候 张铁峰受不了这种气 也丢不起这个人 办好了住院手续 就带着媳妇走了 葛峰莲和张双平 不得不顶着猪头一样的脸 在医院伺候两个病人 张二海浑得很 对着张双平 没少说调戏侮辱的话 张双平都只能忍着 不忍有什么办法 要不你跟邓志明的事儿算了吧 趁着出去打水的功夫 葛峰莲小声跟张双平说 他真的心里憔悴了 但张双平却咬着牙说 都已经走到现在了 怎么能算了 不是还有一个法子吗 这个法子不行 换另一个法子就是 第二十八章 是跑运输吗 顾思琴开学了 家里的活还没干完 收了庄稼 还要种上下一季的庄稼 一家人上学的上学 干活的干活 都没有提张家和邓家的事情 只有活不明白的人 才会盯着别人的日子 过得好不好 到了学校 韩二胖看见他就凑了过来 眯着眼睛笑 脸上的两个小酒窝 让顾思琴想去捏他的脸 小四 猜猜我给你带了什么 什么 顾思琴从书包里拿出书 心里想着明年要不要跳级 上学对于他来说 真是太辛苦了 给你 韩二胖把小胖手伸到他面前 就见他肉肉的掌心 躺了一颗糖 大白兔奶糖 顾思琴没拿 你从哪弄的 韩家跟他们家情况差不多 日子能过得去 但不是很富有 大白兔奶糖在80年代 城里的孩子或许能经常吃到 但他对农村孩子来说 可是很洋气的东西 我姨父给的 韩二胖把糖塞到顾思琴手里 顾思琴看了眼 他那灼灼的眼神 拿出削笔刀把糖切成两半 两人一人一半 韩二胖拨开他那一半糖 放在嘴里 一脸享受 顾思琴也笑着吃了他那一半 心里却在想 要不要把那三包钱继续花了 买点零食 分点韩二胖 唉 吃小孩子东西 他还是有些心理负担的 你姨父怎么给你带这种糖啊 没记错的话 韩二胖的姨父 也是地理刨石的 而且有些空门 走亲戚 带普通的麦芽糖 还说得过去 但大白兔奶糖 有些不符合他的人设 我姨父去给人开车了 韩二胖随意的一句话 让顾思琴眼睛亮了起来 给人开车 是跑运输吗 不怪他这么兴奋 要说通顾建国同志做生意 靠他一个八岁的孩子 肯定是不行的 需要外面的 可靠的信息 自己刺激他 如果韩二胖的姨父 跑运输的话 接触的信息肯定多 而且是实实在在的 不是报纸和广播里 那些空洞的宣传 让顾建国同志 跟他聊一聊 说不定就有效果 按耐下兴奋的心情 顾思琴又问韩二胖 你姨父都开车去哪呀 韩二胖摇头 我就听到开车 见到大白兔奶糖 他的注意力 就全部在他的上面了 哪会注意到其他 顾思琴有些失望 不过八九岁的孩子 不知道大人的事情 正常的很 他跟韩二胖说 我还有三毛钱 放学我们去买东西吃 韩二胖眼睛一亮 好 放了学 顾思琴花了两毛钱 买了十颗麦芽糖 两个人一人五颗 高高兴兴的 在路上等回家的韩正平 等韩正平是顾思琴的意思 他想知道 他们姨父是不是跑运输了 这事儿 韩二胖不知道 韩正平应该知道 两人在路边等了没一会儿 韩正平就过来了 还是顾思琴坐在前梁 韩二胖坐后坐 韩正平带着他们回家 正平哥 你姨父现在给开来车 顾思琴问 韩正平恩了一声 二胖跟你说的 顾思琴回头看着他白净的脸 觉得这少年真是好看得很 心里又不由得 为他前世的早逝遗憾 这样一个各方面优秀的少年 若是顺利长大成人 应该是个精彩艳艳的人物 他心里乱七八糟的想着 嘴里说 你姨父是给人跑运输吗 韩正平骑着车 低头看了他一眼 小女孩毛茸茸的头发 随风胡乱的摆 让他忍不住想再摸一摸 他也真的摸了 还是软乎乎的 摸着很舒服 你还知道跑运输 又是从广播里听到的 嗯 从广播里听的 顾思晴对他 总是摸他的头发 已经不在意了 摸就摸吧 反正摸一摸 又不会头秃 后面韩二胖听了他的话 勾头朝前看着说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我也经常听广播 听小喇叭 不是小喇叭 顾思晴回了韩二胖一句 然后又问韩正平 他衣服的事情 是跑运输 你问这个干嘛 韩正平又反问 就是觉得能去好远的地方 肯定很好玩 顾思晴随口说 他现在越来越会 用小孩的思维说话了 韩正平又低头看了他一眼 笑了笑 继续朝前起 到顾家门口 他把顾思晴放在门口就走了 顾思晴想着 怎么跟顾建国同志 提韩正平衣服的事情 不能太刻意 要很随意的提出来 这样想着 吃饭的时候 他随口说 韩二胖给他大白兔奶糖的事 然后引出了韩二胖衣服 以及他现在在跑运输的事情 顾建国本来就有出去找营生的意思 小闺女的话 他还真记在了心上 吃过晚饭 他就骑车去了韩二胖家 找韩德义 两人多年战友 退役后又一直关系很好 顾建国跟他说话 自然不用拐弯抹角 直接问 听说吴安邦去给人跑运输了 吴安邦就是韩二胖的衣服 韩德义递给他一根烟 两人坐在韩家厅堂 边抽烟边聊 原来 吴安邦前些年 就过一个被劳改的教授 后来教授频繁回了城 教授是个知恩图报的 等自己的一切稳定后 就给吴安邦在市里运输公司找了个工作 吴安邦是个聪明又会钻营的人 看运输公司最赚钱的是货车司机 就跟一个货车司机打好了关系 慢慢的跟人家学会了开车 刚开始他就是跑省内的短途 后来有了经验后 就开始跑长途了 顾建国听了吴安邦的事情 又觉得自己前些年过得浑浑噩噩噩 他低头抽着烟说 得意 政策变了 我想着我们盛世也出去看看 人生本就是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之前他们当兵 在很多人眼里是光荣的代表 而且部队有津贴 他们的日子虽然也紧紧巴巴 但跟很多人比起来 好了不止一星半点 但是退役后 他们安安分分的做农民 没有进步 很明显很多人已经超过了他们 如果长辞以往下去 以后说不定会成什么样呢 韩德义靠在大圈椅里抽着烟 想着见到吴安邦时 他那神气的样子 心里也不是很舒服 第29章 飘了呀 人们都说女人还在攀比 其实男人也是一样 男人之间也会彼此比较 比较媳妇 孩子 事业 韩德义跟吴安邦是连金 娶了同一家的女儿 平时总会有义无义的比较 以前 韩德义在部队 有荣誉有津贴 吴安邦自然是比不上的 但现在韩德义是农民 吴安邦成了让人羡慕 见多识广的货车司机 韩德义虽说不嫉妒他 但心里也不是很舒服 你有什么想法 韩德义问顾建国 两人好友多年 自然是彼此了解的 顾建国问吴安邦的事情 他就知道 顾建国不再想安于现状了 顾建国又给自己续上一根烟 找个时间跟吴安邦聊聊 庄稼重上后出去看看 他一时也不知道做什么 韩德义跟他的想法差不多 两人本来就不是拖泥带水的人 事情敲定了后 就决定明天去找吴安邦 正好他还在家没有回市里 顾思晴知道顾建国去了韩家后 心里就隐隐兴奋着 他们家或许马上就要迎来改变了 小四 你又有什么好事了 这么高兴 顾二汇见顾思晴洗着脚 还忍不住咧嘴笑 就过来问 顾思晴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问他 二姐 你以后想过什么生活 顾二汇被他问得一愣 他自然对未来的生活憧憬过 不过他是现实的人 他想的最好的生活 就是以后找个老实能干的男人 嫁了 一家人和和睦睦地过日子 但每次想到这样的生活 心中总会有些不甘 至于不甘什么 他也说不清楚 你小脑袋瓜子里 天天都想的什么 顾二汇轻轻拍了下顾思晴的头 然后上床睡觉 顾一敏正坐在床头织毛衣 顾三静趴在被窝里看小人书 顾思晴倒了洗脚水回来上床 钻进自己的被窝 看着顾二汇说 二姐 我觉得你以后肯定能挣很多钱 顾二汇一下子乐了 你倒是对我有信心 那当然 顾思晴又转身 跟正在织毛衣的顾一敏说 以后大姐也会过得很好 顾一敏停下手中的动作笑了笑 那我就借你急言了 我呢 我呢 顾三静从被窝里坐起来 看着顾思晴问 你呀 以后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 等他们有钱了 可不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说到好吃的 顾三静吸了下口水 希望那一天赶快到来 这话让顾一敏和顾二汇都笑了起来 顾一敏放下手中的毛衣 看三个妹妹都睡下了 伸手拉上灯 屋里一下子按了下来 顾思晴想着或许用不了多久 他们家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顾二汇看着漆黑的夜 想到顾思晴的话 不由的一笑 挣很多钱啊 谁不想呢 但怎么做呢 他内心有一股劲 想要往前冲 但又不知道怎么冲 顾一敏闭上眼睛 就看到了那个高大的背影 这几天每天都会想起 如果他的未来中有他的话 应该会很好吧 顾三静闭上眼睛 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梦里一堆好吃的围着他转 幸福的也要飞起来 只要有梦想 改变说不定已经在开始 第二天早饭的时候 顾思晴偷偷观察顾建国的表情 结果什么也没看出来 不过他也没气馁 这次要是不成 下次继续就是了 顾建国吃过饭就骑自行车 跟韩德义会合 一起去找无安邦 到的时候 吴家人正在吃饭 无安邦不紧不慢地吃完饭 带着二人进了厅堂 坐下后 他翘起二郎腿 伸了伸两根手指 示意韩德义给他递烟 顾建国看向韩德义 你这连金飘了呀 韩德义笑着 从兜里摸出一包还没开封的烟 撕开后 从里面抽出一根地给他 又给他点上 然后把整盒烟放在他的手边 无安邦似乎很满意 韩德义的识趣 抽了口烟说 都是亲戚 有什么事情直接说就行 韩德义笑了笑道 你不是往南方跑运输吗 我们想知道南方的情况 南方啊 那可比我们这好了百倍千倍 遍地都是挣钱的机会 我跟你们说 只要过去 带点货回来 就肯定能挣钱 半个小时后 顾建国和韩德义 从吴家出来 出了村顾建国道 你这连金不老实 无安邦说的话里 肯定有很多水分 说什么 南方遍地是挣钱的机会 只要带回来货就能挣钱 骗傻子呢 他即使没有做过生意 也知道人生地不熟的 跑去南方拿货不容易 拿什么货卖 从哪拿 会不会被人坑 韩德义吃笑一声 自作聪明 有些人就是这样 自认为自己聪明得很 喜欢在人前耍个小聪明 熟知他的那些伎俩 被人看得一清二楚 无安邦媳妇 在顾建国他们走后 小声问他 你不是说 跟你一起开车那个老王 从南方拿货回来亏了吗 怎么还窜多妹夫他们 去南方拿货做生意 无安邦携了他一眼 那不还有很多挣钱的 去南方拿货回来都挣钱吗 当然不是 老王前几个月 从南方带了批椰子回来 想着可以大挣一笔 结果拿着椰子 到了他们这儿就全部坏了 不过这些他不想跟韩德义他们说 前些年他处处比不上韩德义 现在终于胜过他了 这种舒爽的感觉 他还想一直维持下去呢 顾建国回了家 王月菊正在剁猪草 一敏在织毛衣 二会在洗衣服 他走过去拿过媳妇手中的刀 坐下来接着他活干 怎么说的 从昨晚顾建国去了韩家 王月菊的心就没平静过 没有谁不想变好 但他也对未知的未来充满了迷茫 顾建国把跟王邦见面的过程说了一遍 又道 我觉得他的话有水分 不过 我跟老韩商量着 等庄稼重上后 先去省城看看 然后去南方跑一趟 南方有没有机会 看了就知道了 这是他和韩德义商量结果 道听途说不如亲眼所见 第三十章 羽绒服 王月菊听了顾建国的话 本来一颗不安的心安定了 自家男人做事一项谨慎有成算 他是完全相信他的 顾一敏和顾二慧干着手中的活 侧着耳朵听父母的谈话 听到老爸说南方 说做生意 说去南方看看 他们眼中都闪着期待的光 顾思晴在吃晚饭的时候 知道了顾建国同意要去南方的事情 他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目光灼灼的看着顾建国说 爸 你觉得从南方拿什么货好卖 顾建国笑着看小闺女 你说什么好卖 这个问题昨天晚上顾思晴想过 所以就直接说了 羽绒服 羽绒服虽然贵了些 但对现在的消费者来说 阳气又实用 不是滑而不实的东西 应该是相对保险的生意了 80年代只要胆子大 就能挣钱的话 顾思晴是不相信的 做生意 无论什么时候 都要看商品适不适用市场 盲目的进货 就是在80年代一样会亏 你说会不会因为羽绒服贵 没人买 那你就错了 无论在哪个年代 都有超出普通人消费的群体 奢侈品在哪个年代都存在 顾思晴之所以想到羽绒服 是前世有个朋友家 是开羽绒服加工厂的 而且是绅士最早做羽绒服加工的 好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不过顾建国他们都没有听说过羽绒服 顾思晴免不了又用报纸做盾牌 然后讲什么是羽绒服 最后还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又阳气又保暖 肯定有人买 顾建国听了他的话 抬手摸了摸他的头 我家小四真聪明 这孩子这段时间的表现 可不是聪明那么简单了 应该说不是一般的聪明 虽是如此想 但顾建国也没有往自家闺女 是重生的上面想 这么惊涛骇俗的事情 一般人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 但即使他觉得自家小四聪明绝顶 但也不会听他的话 就去南方拿了羽绒服卖 别说小四是个小孩子 就是一个成年人跟他这样说 他也要好好看看情况再决定 顾思晴也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没有再劝说 只要老爸决定做生意就好 别管第一笔生意做什么 甚至做赔了都没有关系 只要开始了就好 人本质的改变 其实根本的是思维上的改变 例如你一直是个农民 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种好庄稼 但有一天你不想种地想做生意了 思维模式就不能是种地那一套了 你应该考虑的是什么东西好卖 怎么卖 但让一个做了多年的农民 一下子有生意人的思维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顾思晴知道这事不能急 要慢慢来 顾一敏和顾二慧听他们的谈话 吃着饭脸上都带着笑 总觉得他们家生机勃勃了起来 吃过饭 顾一敏和顾二慧一起在厨房洗碗 顾二慧小声问顾一敏 你说爸去南方进货卖真能成 顾一敏洗着碗脸上带着温婉的笑 能不能成事实就知道了 是 事实就知道了 顾二慧咧嘴笑着 拿起顾一敏洗好的碗 用抹布擦了擦 放在柜子里 顾三敬写了会作业 看向顾思晴 小四 你说南方啥样啊 是不是有很多好吃的 顾思晴扭头看顾三敬 前世的后来 他一直身材风鱼 是有原因的 这就是一个吃货呀 好吃的肯定有 但吃成大胖子就难看死了 顾思晴道 顾三敬只听了前边的半句 后面的半句自动给过滤掉了 他咧嘴笑 咱爸去了南方 肯定会带好吃的回来的 顾思晴 好吧 跟小孩子没办法讨论身材的问题 种麦子要先把地翻了 然后把麦子种上 翻地 是一个人在前面拉梨 一个人在后面扶梨 梨子下面的梨刀 要入地至少二十来厘米 不用想就知道 这是个多么重的活 给麦子播种也是一样 一个人拉着楼车 一个人在后面扶着 这些活干完 就是身体强壮的顾建国 也在床上躺了一个上午 王月局也累得不轻 四姐妹见老爸老妈 累成这个样子 就把家里的活全部包了 顾建国夫妻俩 洗脚都是四个孩子伺候的 看着四个孩子 围在自己周围忙忙活活的 王月局觉得 就是再累也值得 顾建国甚至生起了一些豪气 为了四个这么好的孩子 他也要努力拼一把 一家人温馨又热闹 对面张春桃和张建成 又吵了起来 他们听了一耳朵 好似是张春桃 让顾建成去他娘家帮忙干活 顾建成不愿意 虽然二房那边 算是他们家最亲近的人 但这些年来 因为吴大妮的偏心 和张春桃时不时的挑事 两家的关系 还不如普通的邻居 所以那边只要不打出血 只要没有伤害到吴大妮 顾建国也是不管的 所以二房吵得在凶 也没有影响到他们这边 张春桃跟顾建成吵着架 眼睛还不住的往大房这边瞄 见大房没有一个人出来看 他气得更狠了 为什么要让顾建成 去他娘家帮忙干活 还不是他大哥张树根 被打断了几根肋骨 到现在躺在床上还不能动呢 至于是谁打的 张家人也没有瞒他 所以他对大房的人更恨了 当然他这样的人是不会去想 顾建国他们 为什么去打张家人 反正只要有了矛盾 就肯定是别人的错 他倒是想冲到大房 让他们赔医药费 让他们把张家的活都给干了 但张双平和葛凉莲跟他说了 这事绝对不能让人知道 就是邓家人都不能让知道 谁会娶一个蛇蝎心肠的儿媳妇 当然他们也不认为 缩使赵二海强顾一敏 是蛇蝎行为 张家有儿子有闺女 凭什么让我累死累活 都去给他们干活 张双平能到邓家去干活 说明张家的活他们自己能干完 顾建成本就不是多勤快的人 这些日子又是离地 又是中庄稼 他累得都脱了层皮 好不容易把活干完了 可以歇歇了 现在张家又让他去当牛做马 当他是傻子呢 好不容易把活摇